第2381章归宗 段山被合理利用 建出了一座座宫殿 显得富丽堂皇 林寒在心中摇头 这段山应该是九十亿族的耻辱 当永明在心 可现在却是被粉饰太平 这些子孙到底是怎么想的 好像在乱丧 乱天君等人的心中 根本不记得自家先王老祖是被人斩掉的 所以毫无羞耻之感 只有作为先王后裔那满满的自豪 这里的人还真是不少 建林寒一行人多 纷纷跑出来围观 这一族的颜值真的很高 男的英俊 女的美丽 让人看着就赏心悦目 有人问及林寒他们的身份 乱丧便简单地说了一下 得知女皇这美的惊艳爵士的女子 竟是自家族人时 周围的人漠不露出自豪的表情 似乎只关心颜值 实力修为什么的可以放到一边去 稍等 乱丧引着他们来到一座宫殿前面 回头对他们说了一句之后 走进了宫殿之中 一会之后 他走了出来 露出一抹矜持的笑容 老祖召见 这没落的一族架则倒是挺大的 林寒看在女皇的份上 便也没有发作 只是淡淡一笑 反倒是女皇露出不悦之色 脸色有些冰朗 他们进殿 这里面修奇的是华丽无比 地上是各种鲜瘦的皮毛 石柱上则是点缀满了珍贵的宝石 照亮了整座大殿 一路到大殿的尽头 两边都是盘坐着一名明年轻人 正在凝神冥想 而一声声缠唱正在传道着 让人心神宁静 与道相合 老祖正在传道 乱丧带着一丝矜持说道 但掩不住脸上的得意 老祖乃是声援圆满的修为 而且距离仙王也只差了一步 待仙路开启 老祖必能成就仙王 仙王啊 高高在上 无与伦比 林寒真是看不惯这些人的优越感 这不是还没有成为仙王吗 怎么就那么的色呢 来吧 乱丧在前面引路 带着他们向大殿深处走 只见正有一人高高在坐 那是一名身材修长的老者 一身白袍 散发着先锋道鼓之气 他口中吐着一个各道符 化成了莲花 然后在四周传扬着 纷纷没进大殿中那些年轻人的额头中 以身传道 拜见老祖 乱丧走近之后 恭敬地拜了下去 眼中有狂热之色 这是九蛇一脉的最强者 也是支柱 未来必成仙王 白袍老者眼开双眼 目光在林寒朱人身上看了一圈 待看到女皇的时候 她的眼中交织着一彩 然后点了点头 很好 很好 我足又多了一名血脉纯净的后人 这是天佑之争 她口中说话 但吐出的大道莲花却是不停 一心二用 这与生缘尽强者来说 当然是小意思了 乱丧回过头来 不由眉头一皱 见了老祖 居然不贵 这句话她是喝出来的 白袍老者却是哈哈一笑 摆了摆手 她还没有认祖归宗 不急不急 至于其他人麻 都是外人 想拜她都没有资格力 吕娃子 你叫什么名字 她又问道 对女皇很是上心 吕皇痴然 你是什么东西 你问什么 她就要回答吗 林寒却是一笑 替她回答道 乱星 她想要看看 这一族到底交纵到了怎样的地步 而且究竟是怎么会有如此惊人的优越感 沉默修为 白袍老者又问 有些迟疑 以她声援圆满的眼力 应该可以一眼就能看出女皇的修为 否则的话 只能说明对方的修为跟她是在一个层次的 这她当然无法相信了 女皇的生命之火不过燃烧了几百万年 连她的临头都挤不上 先辅 林寒又简短地说道 白袍老者不由目光一亮 拥有最纯净的九十血脉 不过几百万岁就达到了仙附近 这样的资质真是惊人 她哈哈大笑 好好好 好孩子 老者开始说了起来 主要是她如何重聚九十一脉 将自己抬得很高 也让林寒富菲不已 看来女皇的傲娇还真不是个别的 而是这一组普遍都有的毛病 出了半天 她才让乱丧带女皇他们下去休息 择日就要为女皇安排认祖归宗的仪式 女皇虽然不屑 但也没有说什么 她本来就是九十一脉的后代 需要什么认祖归宗 难道没有这个仪式 她就不是九十一脉了 再说了 她对现在这些族人也没有什么认同感 为什么使她去认祖呢 傲娇如她看来 应该是这些人向她认祖归宗才是 林寒只是搂搂她的腰 让女皇稍安勿躁 毕竟是娘家人 她想女皇拥有自己的亲人 虽然他们这亲戚只能算是远亲中的远亲 在乱丧的安排下 他们被引进一座宫殿住了下来 一名拥有九分身的族人回归 而且还达到了仙附近的高度 对于九十一脉来说可是一件大事 毕竟他们可不是当初的先王势力了 最强者不过声援 而且还只有一人罢了 因此 这一世将会大半而特半 吕皇则是带着林寒他们到处转 他在寻找着一族失落的传承 将自己的血脉补完 他当初吸取了古道仪的仙胎 也得到了对方部分记忆 知道对方是在哪里得到这些传承的 因此他很快就找到了一座地宫 但这里有人看守 严禁他人进入 吕皇本想发飙 却被林寒劝了下来 这任祖归宗之后 女皇当然可以进入这里 没必要翻脸 林寒当然不是畏惧九蛇一脉的老祖 他只是觉得女皇也就只剩下这些亲人了 吕皇想想也就算了 只是与林寒他们游山玩水 一边参修着先遇的规则 时间一到就能顺理成章必突破 重归生圆境 因为要把仪式大办而特办 九蛇一脉也请了许多客人 这几天岛上是月发地热闹了 女皇美艳无双 自然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 有族内的年轻俊杰 也有族外的客人 但这毕竟是九脉祖地 女皇又是族中心贵 倒是没人有出格的举动 又是十天后 任祖归宗的仪式正式举行 一切都是十分顺利 但临近尾声的时候 只见一名年轻人突然跳了出来 十分不满地道 龟大人 你不是说许配给本嫂的人 是你们族里最漂亮的吗 他顿了一下 指着女皇 你们都瞎了吗 本嫂要这个 第2382章孔家 年轻人这么一跳出来 相当于在平静的水面上 投下了一块大石头 顿时引发了轩然大泊 这小子是谁啊 我看只是展成的修为 怎地如此嚣张 就是 在九十老祖面前也敢自称本少 还真是有恃无恐 打哪冒出来的 嘘 你们难道不知道孔家吗 嘘 三云城的孔家吗 且 除了三云城的孔家 还有哪个姓孔的家族 敢自称孔家 孔家可是四星势力中的佼佼者 据说声援强者以百计 都是最近几十亿年内冒出来的 都等着仙路开启了 而走过仙路之后 孔家至少可以出现五尊先王 这便是许多大教都比不上吧 一次出现五尊先王 简直就跟天方夜谈似的 难道这小子是孔家的后人 他叫孔霜 也是孔家的嫡系 据说九十亿卖为了攀上这门亲事 不但主动搭了上去 还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等跟孔家结成亲家的话 换了我我也不惜代价啊 难怪这小子这么嚣张 不过 当众发飙 这根本就是宠坏了 没办法 谁让他是孔家弟子 众人你一言我一句 就跟说故事似的 把这年轻人的来头说的是清清楚楚 林寒望了一下 原来这孔霜与九蛇一脉有婚约 可看到女皇更加漂亮的时候 却是立刻嫌弃起未婚妻来 孔霜 这是什么地方 羞得坏躁 九蛇老祖不跃地喝道 哪怕他再想和孔家结家 也不可能游的一名小辈指着他的鼻子喝泽 孔霜却是骄纵惯了 根本没有畏惧之心 绑着头道 我要这个女人做我的妻子 他看着女皇 眼珠子都要掉了出来 女皇勃然大怒 但还没有发飙 却被林寒按了下来 附在他的耳边道 看看你娘家人是怎么处理的 如果九蛇一脉能够全力维护女皇 那他也会将九蛇一脉当成家人 以他即将跨境五星丹师的能力 想让一个族群繁盛起来真是小事一桩 但如果九蛇一脉只会将女皇推出去 息事宁人的话 那在他看来 九蛇一脉只是路人 甚至随手抹去也可能发生 女皇点头 而且因为林寒凑得太近 热热的口气全部喷在他的脖子上 让他名誉般的俏脸浮起了淡淡的红韵 更增美艳 孔霜自然更加垂涎 恨不得立刻将女皇夺过来 九蛇老祖发动气势 将孔霜震住 没让他继续叫嚣 让仪式顺利举行完毕 孔霜当天就走了 老祖 我去狙击他 大殿中 有人向九蛇老祖请示 九蛇老祖微微思考一下 便点点头 做得干净一点 不要留下线索 此子回去之后肯定会搬弄是非 与其到时候不好收拾 不如直接干掉 他们这些人哪一个都不是善男性女 我明白 此人悄然离去 但没过一会就回来了 并报道 老祖 我没有追上孔霜 他用了一箭宝器 速度快得惊人 九蛇老祖眉头一皱 你有没有被他发现 没有 那人连忙道 九蛇老祖点点头 眉头烧开 没有被发现便无法 否则事情就真要闹大了 那就冰来降倒 水来涂掩吧 女皇重归九蛇一脉 自然获准进入地下宫殿 那里面有九蛇一脉的终极传承 所有族人成年之后都要在里面带上一段时间 提升体质 仅仅只是一天之后 女皇就出来了 让九蛇一族上上下下都很失望 因为血脉越强 在地宫中所带的时间就应该越久 这样修出的体质也会越强 可女皇仅仅只带了一天 连族中最弱的人都是比不上 难道九分身 先附近的修为都是假的 族中立刻就有这样的流言四起 真的很难相信 能够修出九分身的血脉 可居然只是一天就跑了出来 要知道 族中令两名拥有九分身血脉的人 一个带了49天 一个则是47天 一比较 女皇简直就是渣渣 这让九蛇老祖都是动摇了想法 是不是应该放弃了这个族人 如果女皇孜孜无双 那为了九蛇一脉的未来 她肯定要全力维护女皇 但女皇若只是一个草包 那唯一的用途就是拿来核青 就在这样的氛围之中 孔家来人了 排场很大 三名声援竟强者带队 这足以将九蛇一脉都平掉了 九蛇老祖不敢大意 在大殿中招待着三人 而女皇也被请了过来 她毕竟也是当事人 林涵陪同 其他珠女则是留在了住处 孔家就四人 另一人便是孔霜 但三大声援竟强者的配置 已经非常非常惊人了 三位孔兄 请九蛇老祖举起酒杯 向着孔家三名声援竟强者示意 孔家这三名声援竟分别是孔安 孔乐和孔夜 各个都是声援圆满的修为 因此将架子拿捏得很大 他们自信只要先路开启 便能成就先亡 三人矜持地举杯 但只是将酒杯在嘴唇上碰了一下就了事 乱归兄 我不得不说 你这件事做得不地道 孔安率先发难 何出此言 九蛇老祖孝道 林与我孔家联姻 说会将族中最美丽的明珠献出来 但据双尔说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孔安淡淡说道 然后目光一立 邓是这九蛇老祖 你这是在戏弄我孔家吗 九蛇老祖顿时涌起一股不悦之意 他好歹也是声援竞强者 而且同样是大圆满 只差先路这一关就能成就先王 当然了 大部分的声援竞都会终老于这一步 无法跨越过去 但孔家出动了三名声援大圆满 显然就是来压他的 小不忍则乱大谋 他在心中说道 然后开口 乱心不久前才回归本族 所以并非本座有意欺瞒 那就行了 你把他嫁给我 孔霜跳了出来 指着女皇叫道 孔安三人都是抚须微笑 毫无呵斥之意 人本这样的场合根本不容一鸣小小的斩成插嘴 他们却没有斥责 这也太娇惯了 林涵先站了起来 没让女皇发飙 这样的事情当然得由男人出面 他大步向着孔霜走了过去 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你胆子不小 我媳妇你也惦记 他很快就不是你媳妇了 孔霜不屑地道 一个死人而已 林涵走道 一巴掌拍出 啪 孔霜顿时化成了一团血泥 第2383张拍死 这一巴掌拍得太快了 别说孔霜根本不及躲闪 便是孔安三人也没有来得及阻止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孔霜化成了血雨 却在飞 见到了他们的身前 弹护体的力量自动运转 将鲜血挡了下来 没有极深 三名强者先是不可思议 但接着便是勃然大怒 更有一种无法形容的羞恼 他们是什么身份什么实力 居然让林涵在他们的眼皮底子下面杀人 这让他们如何受得了 不管你是谁 注定只有死路一条 孔安冷然说道 掉在三云城的城门上 受足百万年的酷刑 孔了也道 九蛇老祖微微犹豫 也站了起来 三位孔兄辞辞与我足无关 他赶紧撇清关系 嘿嘿 你说无关就无关吗 孔业森然说道 向来只有他们孔家欺负人的份 哪有被人反过来欺负的 不但林涵要死 乱家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否则大家都要以为孔家好欺负了 九蛇老祖面容冷峻 他自视甚高 拥有先王血脉 实力肯定要比一般的声援镜强大 因此一对三他也有把握不败 可孔家简直的天之性 声援镜强者居然以百计 一起出动的话 那他在墙也只有俯首称臣的份 所以他现在将林涵恨得半死 杀一名斩臣自然是小事一桩 但关键是杀了之后会引出多大的麻烦 乱桑茶言观色 立刻跳了出来 道林涵 你竟敢在我九蛇祖地行凶 罪该万死 他主动出手 向着林涵轰了过去 九蛇老祖暗暗点头 这个族人真是机灵 没有白疼他 啪 吕黄出手 一巴掌拍出 乱桑顿时化为了血雨 他现在可是十一米的地心 又修出了一些原力 战力达到了声援小城巅峰 甚至还要再强一点 要拍死一个小小的三密皇者 当然是身身手的事情 我靠 九蛇老祖张了张嘴 无声无息地吐出了两个字来 他因为看不透女皇的修为 再加上女皇仅在地公带了一天 动摇了心中的看法 以为女皇即可能是虚报了修为 可女皇一出手就是惊天动地 这修为气息确实只有先附近 可战力之强确实直飙声援 太恐怖了 先附近怎么可能拥有声援级别的战力 他太闭门造车了 根本不知道天底下还有地者 地心的存在 所以完全无法想象 小小的先附居然可以体敌声援 早知道女皇这么牛叉 他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去保的啊 靠 这么天才卓越 为什么在地宫只是待了一天呢 他当然不可能知道 女皇修出了时间仙体 这体质本来就是冠绝仙玉的 另外他自己就相当于时间流 在别人看来是一天时间 事实上经过了多少天 只有他自己知道 孔安面容冷峻 这对夫妻怎么都那么诡异 明明散发出来的气息都是先附级别 战力却如此惊人 果然有点实力 难怪敢为非作歹 他冷笑道 心已经平静下来 他只是不解为什么先附近 却能拥有声援级的战力 但无论灵寒还是女皇 表现出来的战力也只是声援小成静 跟他一笔却又差得太多太多 他需要怕什么 给我拿下 他悍然出手 向着灵寒抓了过去 而孔了也同样出手 向着女皇攻去 灵寒淡淡一笑 又全拧起 也不用什么规则之力了 就那么平凡无奇地一拳轰出 找死 孔安冷笑 不用规则之力 你敢与我对抗 你不过声援小成静的战力 就算完全爆发出来 也远远不是他的对手 这不是找死是什么 他不想灵寒死得那么痛快 因此还卸掉了几分力量 免得出手太重把灵寒打死 另一边 女皇则是不敢硬扛 声援近大圆满的战力 深化时间流 似在现在 又在过去 恍惚又在未来 除了掌握规则本质的先王 谁能伤得了他 哼 林寒与孔安队轰一级 肉眼可见 孔空的拳头率先爆碎 然后手臂就好像一把撑开的伞 血肉纷纷爆开 露出了森森白骨 然后白骨也猛地爆碎 整条胳膊都是没了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是张大了嘴巴 只觉头皮都在发麻 太恐怖了 声援近大圆满啊 居然被一拳就震碎了手臂 咦 难道他们一直的认知是错误的 其实声援才是仙道的第三个台阶 仙父还在其上 见到孔安一级击败 孔乐自然也没心情向女皇再出手了 事实上他也奈何不了女皇 孔家三人都是盯着林寒 只觉着年轻人简直如同魔鬼一般 而九十老祖也在颤颤 他只以为自己看走眼了女皇 没想到最大的错误确实低估了林寒 严重低估了 虽然他自信实力在孔安三人之上 但要到一拳就打爆孔安的一条胳膊 却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这样的战力 他都在胆寒 林寒淡淡一笑 替你们教训一下不懂规矩的小辈 你们就是这么不懂感激吗 你杀了我家的小辈 还要我们感激你 孔安三人都是气急 但面对林寒无法揣摩的实力 他们只有寒恨忍辱的份 杜谢阁下出手 替寒家清理门户 孔叶咬着牙说道 只觉心都在滴血 启齿大辱啊 林寒点点头 道 你们也不好意思让我白出手吧 也不用破费 随便封个红包就行了 孔家三人都是恨不得出手 与林寒拼个鱼死网破 你也太过分了 杀了孔家的人 伤了孔家的强者 居然还要他们封红包 欺人太甚了 可林寒那惊人的实力摆在面前 确实压得他们老老实实 服服帖帖的 他们商量一下 然后取出一件空间神器丢给了林寒 孔安道 阁下 我们可以告退了吧 林寒有些懒洋洋地道 咦 有谁拦着你们吗 这三人都是狠狠地瞪了林寒一眼 他们一定会回来报仇的 林寒在墙 那也只是一个人罢了 而孔家却有声援强者上百 大部分都已经是声援大圆满 有迈进先王的潜力 这么多人打一个 这还镇压不了 孔家三人灰溜溜地离去 留下了一地震惊莫名的乱家族人 走吧 林寒亲搂一下女皇的腰 女皇点头 毫无留恋 这个母族对他来说只是许许多多的陌生人 等等 九蛇老祖连忙叫道 第2384章 岂敢挂人 林寒止步 回头笑道 怎么 想要与我们切磋切磋 九蛇老祖哪里敢 连忙笑道 不要误会 不要误会 乱星毕竟是我一脉的族人 刚刚才认祖归宗 还是在祖里多住几天吧 无论林寒还是女皇 都是妖孽的不像话 如果可以留在九蛇祖地的话 那以后就相当于拥有了一座大靠山 林寒笑着摇头 老人家 现在在说这些不觉得有些晚吗 如果之前九蛇老祖就坚定立场的话 那么林寒也不会让他白忙活一场 可倒好 他什么也没干 还想将事情贴得干净 现在却又要占便宜 哪有如此的好事 九蛇老祖不由脸色尴尬 却是无话可说 只能善善摇头 林寒与女皇叫上诸女 离开了九蛇祖地 向着三云城行去 既然和孔家结上了仇 林寒就要彻底解决问题 而且他也很好奇 孔家一口气冒出了上百个生元镜 这很不可思议 生元镜其实已经很牛逼了 先王之下最强 而没有先王的支持 一下子涌现出这么多的生元镜 这不合情理 林寒一众人走得并不快 一路晃到了三云城 还没有进城 只见城门口的前方竖着一根旗杆 但上面并没有挂着旗帜 而是一个人 此人四肢搭拉着 而且还是一种不正常的扭曲 看上去应该是一具尸体了 但林寒却是感应到此人 居然还有微弱的神势阳洞 这显然不是哪个敌对势力在向三云城挑衅 而是三云城中某个势力在扬威 杀鸡锦猴吧 再想想 三云城中最大的势力只有一家 那就是孔家 此人应该是得罪了孔家 才被挂在了旗杆上 却又没有杀死 而是流了一口气 用意是在警告其他人 不要和孔家作对 否则此人就是榜样 林寒刚想起不而行 却突然停了下来 又向着那奇感看去 他感觉 这人有点熟悉 不是长相 而是神士 是谁呢 怎么了 吕黄问 林寒依然看着奇感上的人 道 你们有没有觉得 这个人好像咱们见过 吕黄仔细端详 摇了摇头 以他傲娇无比的性格 又哪会去记曾经见过的人 林寒突然灵光一现 道 我想起来了 说完 他立刻将手一扬 一道进风划过 绑着那人的绳子断裂 那人顿时向着地面栽去 林寒在一伸手 将那人拎住 停放在了地上 你们好大的胆子 城门口有守卫 看到林寒居然敢救人 顿时毛了 纷纷冲了过来 门口处只有八个 但15和6之下 又有一队卫兵冲了出来 足有三十多人 林寒没有理会 而是一掌按在了那人的肩上 木系规则发动 充满了生机 替那人治疗着伤势 他眉头为皱 孔家下手还真是狠毒 先是束缚了此人的力量 又以某种秘术在吞噬此人的生机 带给此人无比的痛苦 偏偏短时间内此人还死不了 而是要持续至少几万年的时间 什么仇 什么恨 犯得着这么狠吗 老子在跟你说话呢 一名卫士喝道 他仰了仰手中的长毛 向着林寒的尖筒去 虎妞猛的一声咆哮 化成了震耳欲聋的龙影 啪 那卫兵手中的长毛顿时崩碎 虎口也裂开了 惨叫一声钟 连连后退 这让众卫兵如林大敌 纷纷将手中的兵器对准了虎妞 虎妞自然不会在乎 反而嘻嘻一笑 道 你们哪一个皮痒痒 妞来收拾你们 林寒阳动物之规则 替那伤者治疗 他曾经拥有过天地本源 虽然主动舍弃了 却留下了烙印 这当然是无比强大的 纳人体内的密数正在被一点一滴地磨去 因为不能伤着纳人 林寒的进度很慢 还好 他引动时间规则 顿时时间加速运转 只是十几分钟 纳人体内的密数已经被化解 而在目之规则的生机养护下 纳人也恢复了许多 眼皮唯唯一颤 睁了开来 凉的 看到你小子果然没有好事 纳人说道 林寒哈哈大笑 救了你一命 也不说一声谢谢 这人正是雷火大帝 当初一进先遇他就自己上路了 没想到会在今时今日遇到 而且还惨得差点挂掉 雷火大帝勉强直起上身 看了下周围的环境后 不由眉头一皱 不好 这里还是三云城 快走 一旦孔家追出来 我们就要倒大眉了 林寒开玩笑 没事 真要被你仇家追上了 我就把你再交给他们 反正跟我没有关系 哼哼 现在才知道害怕 已经晚了 一声冷笑 只见城门里走出了一个年轻男子 一身警服 手里居然还拿着一把扇子 一步一摇 装逼得泛而十足 林寒没做理会 道 你跟孔家结上仇了 正好 我也要去找他们 不如把账一起算了 不可 雷火大帝连忙摇头 你虽然武道天赋不凡 但也只是陷于古界 一旦进入仙域 这里比你杰出的天才比比皆是 孔家有百多名声援镜 你才修炼了几万年 如何能够是他们的对手 就算是他重修一次 现在也不过刚刚跨进了仙府境 差距大的惊人 连他都是如此 更何况是林寒了 林寒故作不悦 道 你这是看不起我吗 靠 赶紧跑路 什么事情以后再说 雷火大帝催促道 他可不想再挂在旗杆上了 想跑 警服年轻人冷笑 他起得鼻孔喷火 林寒一行人 居然哪一个都没有理会他 而且还正大光明地 说着要逃跑的话 当他是死人吗 与我孔家作对的 哪一个都活不长久 他森然说道 你又是哪根葱 林寒问道 雷火大帝不由哀叹 有大好的机会不用来逃跑 居然还跟人抹嘴皮子 警服年轻人哼了一声 道 我乃孔祥 他顿了一下 向林寒一行人扫过 傲然道 现在跪下来求饶 我还可以考虑一下 给你们一条生路 林寒哈哈一笑 扭头道 我发现孔家的人 都有说笑话的天赋 诸女都是很给面子 地眼嘴轻笑 孔祥大怒 寄出一把长枪 猛地就纵步向着林寒冲了过去 一枪横扫 虎虎声威 第2385章捷获之游 孔祥在孔家年轻一代中天赋不弱 虽然修到不过十几万载 却赫然已经是四盏的修为 这一枪非常可怕 一枚眉符纹发光 如排山倒海 林寒吹了口气 呼 顿时进风扬动 孔祥前进的冲势立刻杀停 整个人都成了慢动作 在那艰难地迈出着双腿 而身上的衣物则是在恐怖的进风之下 片片破碎 瞬间就成了光珠 进风荡过 孔祥顿时一个亮相 差点摔倒在了地上 他发现自己的囧态 连忙伸手去捂自己的裆部 但发现捂了前面 还少了后面的时候 不由将手中的枪一松 用另一只手去挡自己的屁股 他脸都是长得通红 只觉林寒也太缺德了 居然使出如此阴损的招数来 太无耻 林寒哈哈大笑 不用挡 比蚂蚁都大不了多少 根本不用担心被人看到 你你你你 孔祥伸手就向林寒指去 但一直才发现自己要走光了 连忙又把手缩了回去 连长得通红 恨不得地上有道缝给他钻 雷火大帝则是叹气 道林寒 此人不过是四斩修为 但孔家强者如云 你倒是给我快点跑啊 我叫你哥还不行吗 我本来就是你哥 林寒笑道 他拍拍雷火大帝的肩 放心 哥会罩着你的 雷火大帝郁闷 我已经劝过你了 等一下你要是被抓起来吊打 可不要怨我没有提醒你 不是说了 打不过就把你交出去吗 林寒又开始逗他 滚 雷火大帝只有翻白眼的份 孔祥连忙从空间神器中取出衣物换上 然后才松了口气 重新将长枪捡了起来 一边恶狠狠地盯着林寒 如果用目光可以杀人的话 那林寒应该死了无数次了 他再不敢轻易出手 刚才林寒虽然没有险山露水 可一口气就吹得他前进不得 更让他的衣物片片破碎 这实力绝对在他之上 而且不止一星半点 要知道 雷火大帝便是仙辅敬 那么林寒与对方称兄道弟 应该也是仙辅敬的存在 败在这样的人手下 他不用感到羞愧 他一边发出信号搬请救兵 一边则是盯着林寒 道你是什么人 敢招惹我孔家 又敢报上姓名吗 林寒微笑 本来你这种小人物 是没有资格与我说话的 但谁让我这个人 天生没有架子呢 我叫爸 爸 孔祥楠楠 一边在脑海中找了起来 有没有一个对应的人物 唉 怪儿子 林寒点头 操 被骗了 孔祥双眼怒瞪 头发都是梳了起来 只觉林寒也太损了 明明是仙辅敬 却居然屡屡占他这个四盏的便宜 哪有这样的 你是怎么和孔家结仇的 林寒不再理会孔祥 这种小人物真的不用放在心上 雷火大地郁闷 你这个好奇宝宝就不能换个时间和地点问这些吗 都跟你说了要逃命 逃命 你怎么就不听呢 还记得我被人追杀逃往恒天大陆吗 他还是说了出来 不然心里不舒服 林寒忘了一下 跟孔家有关 雷火大地点头 那还是好几十亿年前的事情 我得到一张藏宝图 却被孔家老祖得到了消息 便一路追杀我 虽然我侥幸逃得了性命 但藏宝图却是落在了孔家老祖的手里 这也可以想象 当初雷火大地逃进恒天大陆的之圣下一缕神魂 堂堂先附近强者居然要林寒去帮他收集构筑身体的材料 可见当初有多么凄惨 藏宝图被夺走也在情理之中了 那你现在跑来这里 是想要夺回藏宝图吗 林寒问 雷火大地摇头 都这么多年了 宝藏肯定已经被孔家取了出来 而且 孔家之前只是最普通的四星势力 声援强者仅有一名 现在却是达到了上百个 他顿了一下 这肯定与那份宝藏有关 林寒同意 若是没有特殊的情况发生 一个普通的四星势力怎么可能一跃成为顶尖级别 把无业草不肥 人无横财不负 而且 若非成就先王一定要走先路 相信孔家现在应该有一到两位先王了 他们得到的宝藏还真是给力 我确实不甘心 但还没有修成声援 自然不可能来送死 只是想要观察一下情况 但物交小人为友 泄露了我的身份之密 结果便被孔家抓住 受尽了折磨 已经在上面挂了一万多年了 雷火大地叹了口气 有一种不堪回首的含义 一万多年啊 光是挂在旗杆上受日善雨林 被人指指点点 这就不是一名天才的自尊所能承受 更何况他还被下了尽致 时刻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林寒忘了一下 这孔家还真是狠 标准的杀人夺宝 只是放在仙玉这个大环境中 这样的情况似乎也司空见惯 大部分人都会选择这么做 咻咻咻 又是几道人引出现 孔家的援军到了 这次来的是几个仙府境 虽然实力高强 但因为三云城太大了 赶过来也需要很长时间 即使收到消息就出发 可还是到了这时候才赶到 九鼠祖 十一鼠祖 十九鼠祖 孔祥连忙一一叫道 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的强者 让他底气十足 毕宁中年男子目光如电 在林寒的脸上扫了一下 好像晴天霹雳似的 可以闪瞎人的双眼 他重重地横了一声 耳是何人 居然敢插手我孔家的事情 路见不平行不行 林寒笑道 指了指自己 大丈夫做不改名 行不更幸 罢是也 罢 这中年男子也上当了 口中喃喃 在思索这个名字 乖儿子 林寒点头 中年男子这才意识到上当了 不由暴怒 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 居然敢在我面前耍这样的花招 真是不知所谓 不要与他废话了 直接拿下 一起吊在城门口 又一名中年男子说道 他无短身材 但气势却是相当惊人 有若一头猛兽 看人一眼就让人从心底升起寒意 好 第一名中年男子点头 他探手向着林寒抓了过去 化成了一只黑色的巨手 仙抚蜜力沸腾 这一击可怕无比 他倒是没有轻视林寒 因为从孔祥的回报来看 林寒绝对是先附近级别 第2386章刃出来了 林寒微微一笑 又是将嘴巴微微鼓起 呼 吹出了一口气 顿时 狂风在眷 雷火大地确实摇头 这出手的乃是孔家先附近强者孔令席 修出了三密的存在 喜事孔祥能够相比的 即使是他对上了也要全力以赴 否则会被对方斩掉 林寒居然吹了口气 你这是先气吗 孔令席也是气炸 这小子居然敢吹气来对付自己 怎么不吹个牛把自己吹死呢 找死 他喊了一声 大手急暗 不但要把林寒镇压 更要让对方受尽折磨 否则消不了他心中这口气 呼 大风呼啸 有可怕的静力在涌动着 孔令席轰出的大手根本不堪一击 立刻瓦解化为了碎片 然后随风而逝 而这股静风还在向着孔令席本身吹去 将他吹得身形摇晃 疼疼疼 连连后退 身上的衣物也在破碎 化成了蝴蝶一般 当静风散去时 孔令席也同之前的孔祥一样 变成了光溜溜的 则 林寒不由惊讶 因为孔令席的下面居然也是光溜溜的 但绝非天生如此 而是后天刮掉的 靠 真会玩啊 雷火大帝 孔家上下几人则是全部傻掉 一口气居然将三密强者的攻击吹散 更让衣物都是破碎 这是何等惊人的实力 声援静 雷火大帝孤独一下咽了口口水 他的脸上全是不可思议 林寒居然成了声援静 他才只是先附啊 要知道他可是重修一次 怎么想静静都应该比林寒快出百倍甚至千倍 怎么会被对方超越的 难怪林寒这么自信满满 声援对声援 哪怕再是单力薄 但只要不被包围 却是想走就走 可快活逍遥 明明是先附近 怎么会这么强 雷火大帝现在状态不对 感应力会有偏差 但孔家那些人却不会 他们都是震惊无比 林寒所透露出来的气息 明明就是先附啊 他们连忙在发信号 又去搬救兵了 林寒笑 道既然都叫我爸了 那就来好好参拜吧 他将孔家诸人如同老鹰抓小鸡般拎了起来 依依按跪在了城门口的位 排成了一条线 他与雷火大帝怎么也能算是有些交情 而对于孔家则只有闲物 因此闲着也是闲着 他打算替雷火大帝好好地出口气 李还只是先附 雷火大帝经问 林寒想了想 这个问题很难直接说是还是不是 雷火大帝翻了个白眼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怎么可能会很难说呢 林寒解释道 你又不知道抑郁是什么 我跟你说我在那里修到了生源 回到这里又被打回了二密 现在又重新修到了十一密 你能明白吗 雷火大帝呵呵 什么在异域修到了生源 异域是哪 而且 十一密又是什么鬼 欺负我读书少吗 林寒不由感慨 当初从恒天大陆出来的诸人 无论是修为 实力还是见识 都是拉开了极大的距离 他就不用说了 宇皇也跨进了生源境 成为了地心 虎妞也是如此 但比如风破云 慕容卿等人如今最多分魂 而雷火大帝即使有前一世的经验 如今也只是刚刚重回仙府罢了 雷火大帝显然不知道地者 地心的存在 更加不可能接触到位面战争的秘星 但相信随着他在两届战场投放的炸弹 整个仙域都会知道风情等三大天尊的真面目 也会知道异域正在入侵的事实 粉饰太平 与仙域的未来无异 而且 异域还透过崇拜仙灵 这样的方式来动摇仙域的根基 这也需要警惕 需要全民动员 我来好好给你上上课 林寒笑道 然后向着雷火大帝说起了位面战争的事情 也说到了帝者帝心的存在 雷火大帝听得是如在梦中 便是孔家诸人也是不敢相信 他们生活的世界居然如此危险 随时可能被另一个位面入侵 将他们统统杀光 帝林寒说完之后 雷火大帝也彻底傻掉了 完全说不出话来 孔家几人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他们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 林寒肯定疯了 就在这时 孔家的增援来了 哼 什么人居然敢挑衅我孔家的威严 一大批人走了过来 为首之人脸寒圣目 居然让孔家人跪成一排 这太羞辱人了 这次来的人就多了 而实力也参差不齐 有生元净 也有仙斧净 更有份魂斩成 不过生元净便只有四个 林 林寒 有人突然颤声说道 林寒看了过去 露齿一笑 你叫孔夜是吧 我记得你 那人正是当初上九蛇岛的 孔家三大生元净之一 他万万没有想到 林寒不但没有开溜 居然还主动杀到了三云城来 孔夜心中暗暗较糟 因为家族大部分强者 都是出动去了九蛇岛围杀林寒 没想到这小子反其道而行 却是杀到了三云城下 这是要趁虚而入 抄了孔家吗 林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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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人满脸茫然 这林寒是谁 但只要是孔家的高层 却是纷纷动容失色 这是一个恐怖无比的家伙 一拳就把孔安的手臂打爆了 害得孔家三人灰溜溜地 逃离了九蛇岛 丢人丢到了老老家 现在 这个傻心居然杀到了三云城下 你想干什么 孔夜色利那人地叫道 他对林寒已是位如洪水猛兽 林寒拍拍雷火大地的肩 这是我小弟 被你们吊起来严刑毒打 现在我来了 当然是要讨回这笔债 孔家诸人都是郁闷 去个九蛇岛吧 那里是林寒媳妇的祖地 再严惩一名孔家的对头 却又是林寒的小弟 难道孔家和这个家伙泛冲 雷火大地更加郁闷 道 我才不是你小弟 当初林寒还求他传授神通宝术 他可是摆足了姿态 现在居然要当小弟了 林寒哈哈大笑 许多人求着做我小弟都没有门路 要不是看在大家是老朋友的份上 我才不给你开这个后门 他在新来的孔家人身上看了看 来 去你们家参观参观 到底是怎么一个龙坛虎穴 林寒 你不要太过分了 孔夜喝道 只是他们这一行就只有四个声援镜 加上家里还有五个 一共才九个 九个就能挡得下林寒吗 他毫无把握 老老实实地带路吧 林寒强势出手 第2387张孔家没了 林寒现在是什么实力 体数发威之下 生命指数高达4400多 这是因为无乐天尊给他的天尊血在发威 但并没有一下子爆发出来 而是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慢慢提升 这要一下子爆发出来的话 哪怕有无乐天尊已经消去了其中的煞气 可依然能够将林寒杀死好多次 换了另一个人 哪怕同样可以得到巨大的好处 但绝对不能与林寒相比 因为只有林寒才能使用天地之力淬炼身体 两者是相通的 不能吸收天地之力 那么在使用天尊血的上面也会大打折扣 现在的林寒太猛了 三两下就把孔家四名声援镜全部轰敗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孔家四名声援镜中就只有孔夜是圆满层次 其他三人不是小成就是大成 实力差距更大 在林寒的高压之下 孔家诸人只好乖乖带路 引狼入室 到了孔家之后 剩下的五名声援镜也一起出手 却连女皇和虎妞都打不过 全部被镇压 于是 一行人却朝纠战 雷火大帝现在摆足了谱 在孔家养伤 另外还陪了三名声援镜强者伺候 稍不如意就会被他呵斥 这受了一万多年的苦 他自然是怨气冲天了 不过他更加在意的是当初孔家得到的藏宝图 究竟借此得到了什么宝物 居然可以让一个家族繁荣到这样的地步 林寒也很好奇 将孔家那些声援镜翻来覆去地查问 这显然是孔家一个大秘密 那几个声援小成 大成镜的人确实完全不知情 无论被林寒怎么审问都是满脸的茫然 只有孔夜遮遮掩掩 林寒懒得抽魂 便让柔妖女来 这妖女精通精神控制 原本以柔妖女的修为是不足以影响一名声援镜大圆满的强者 可谁让孔夜被林寒封住了修为 根本无力抵抗 三两下而已 他就全部招了 孔家根据藏宝图得到了一个惊人的宝库 从里面取出了大量的丹药 正是这些丹药帮助孔家在短短几十亿年内实现了疼飞 一下子多了上百的声援镜 这个宝藏中有许多的静置还没有完全解开 因此 孔家得到的宝物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因为关系太大 孔夜也不知道这个宝藏究竟在哪里 这个秘密深埋在孔家老祖一个人的心里 上古先王的宝藏吗 雷火大帝垂涎 林寒却是想到 有这么多的丹药 可以帮助上百人突破到声援镜 我估计这不是先王宝藏 而是一位五星丹师的宝库 他不由怦然心动 自己距离五星丹师只有一步之遥 说不定多接触一下五星丹药就能豁然开朗 迈出那最关键的一步 五星丹师 雷火大帝不由地露出敬畏之色 五星丹师甚至比先王还要遥不可及 这世上的先王数量虽然不多 其实也不少 但五星丹师却真是如凤毛麟角 无比的罕见 这样的存在 连低阶先王都得以上离款待 而高阶先王也要客客气气的 林寒摇摇头 对着他锤了一拳 五星丹师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哥哥我不用多久也能成为这样的存在 哈 雷火大帝当然不相信了 这五道天分高和丹道成就是完全的两码事 林寒也没有解释 这家伙等着被吓得目瞪口呆吧 只是等了两天 孔家的大部队终于杀了回来 给老夫滚出来 一名白眉老人大声喝道 他身材高大 一身红袍 头发全部化成了白色 他就是孔家家主 也是孔家第一个生缘境 得到了那张藏宝图的人 他一回到家族就被无数人哭爹喊娘的叫委屈 主要是这两天雷火大帝太能折腾了 让孔家上上下下都是苦不堪言 从来只有他们奴役别人的份 岂有反过来的道理 框 天地惊雷 只见乌云滚滚 笼罩在了孔家上方 这是 天结 孔家诸人都是吓了一跳 这天结五眼 肆虐之下估计整个孔家都要化为废墟了 秋 一道人影冲天而起 正是女皇 她的沉淀已是足够 因此果断放开了修为压制 开始渡天结 她可说是完全的目中无人 哪管这里是谁的家 反正只要不是自己家就好 直接便在这里渡结 框 框 框 一道道狂雷震天 闪电狂批 对着女皇轰去 女皇可不得了 她是修出了十一密的地心 又练出了一部分原力 对于天地来说 这是一个异端 越是强大就越是不能容忍 因此 这天结也是极其恐怖 远远超出了普通声援小城镜 这看的孔家诸人都是心惊肉跳 以为是一名声援小城镜在渡结 要迈进大城去 而天结虽然不会对无辜之人披落 却完全不会在意房屋之类的东西 只是两三道闪电披落 孔家就已经面目全非了 啊 孔家强者们都是怒吼 却是毫无办法 难道他们敢冲进天结把女皇拉出来吗 敢干扰天结 就会被天地针对 而除了林涵这种怪物外 谁敢有事没事地度天结完 他们就只有怒吼的份 发誓要把林涵这几人轰成喳喳 好不容易 半天过去 乌云消散 天结过去 监狱的天地没有抑郁强大 天结持续的时间也要短得多 孔家诸人刚想发飙 却见乌云滚滚 再次形成了新的结云 靠 这是怎么回事 杜结也有排队的 溜也来玩 虎妞兴奋地叫着 窜入了天空 开始杜结 孔家诸人面如死灰 原本女皇杜完结后 孔家虽然化成了废墟 但应该还是可以重建的 但虎妞也跟着杜结 一道道闪电披落 将平地轰成了坑洼 这还没有完啊 看天结着架势 好像要把孔家祖地轰成大海 果然 半天之后 孔家已经完全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堪比大海的巨湖 这下晚了吧 孔家人已经气爆了 正打算发飙 哐 雷声震动 又有新的天结形成 咦 你们有完没完了 这次是柔妖女 她也重回声援 冲天杜结 好嘛 半天之后 巨湖真的化成了海 你们这些喳喳 孔家老祖盯着林寒猪人 之前三女杜结的时候 林寒将其他人都是收尽了空间神器 自己则是对抗一下天结的余威 于她来说自然是小意思 她要杀人 不 她要吃人 第2388章 尸入羊群 孔家老祖立刻杀了过来 她的鼻孔里喷出着白色的气流 双眼中则有火光闪耀 时时怒到了极致 前所未有的恨 让她恨不得吃人 她寄出了一把黑色大刀 向着林寒斩了过去 随着她一刀斩出 刀身上的符纹也是一眉眉地发光 只见黑色的气息缠绕 化成了一个个骷髅头 到位置一道道尖笑已是先在林寒的誓海中响了起来 这不是声音而是神是攻击 林寒轻横一声 开口吃到 舵 啪 一个个骷髅头顿时破碎 而在她的誓海之中 尖笑声也是纷纷湮灭 孔家老祖顿时脸上失色 她早知道林寒的强大 但没有亲眼目睹却是完全无法想象 怎么会如此之强的 一起上她没有死要面子而是轻喝一声 顿时孔家所有声援镜强者齐齐出动 多达百人将林寒围了起来 吕黄和虎妞都没有插手 对林寒有着绝对信心 但雷火大帝则是心中坠坠 摆来个声援镜啊 而且有过半数的存在达到了大圆满巅峰或是接近巅峰 而林寒再强也只是一名先府 真的可以对抗吗 杀孔家老祖一声令下 当先出击 孔家强者门也纷纷出手 顿时 无尽的光滑要动 原力涌动 在引动规则之力 爆发出来的威力恐怖无比 林寒哈哈大笑 展开怒拳 如是入羊群 主动杀伐 砰砰砰 她现在的体数是何等牛逼 一拳轰出 孔家便有一人被她生生打飞 根本不堪一击 十几拳之后 便有十几个孔家强者皮开肉战 甚至骨头都是断了 横斜着露了出来 看着就让人发肾 孔家人漠不震惊的头皮发麻 这是何等恐怖的战力 虽然被打飞的都是生缘小成 大成的族人 但便是大圆满的强者 矮上林寒一拳都要亮枪而退 与林寒的差距真是在明显不过了 不要与她硬拼 孔家老祖说道 对手的杀伤力太可怕了 越是硬拼越是倒霉 孔家诸人都是散开 果然不敢再因林寒的锋芒 可林寒展开空间规则 深化万千 却不是谁想躲就能躲得开的 而且 体力的爆发不需要去调用规则 省去了一个环节 虽然只是那么丁点的差别 可于林寒而言 这足以让她掌握绝对的主动 碰碰碰 她的身影过楚 孔家的人一一飞舞而起 如同仙女散花 林寒并没有手下留情 这两天她也略为了解一下孔家的行径 时是称不上和善机好 而是标准的爆发户 仗着家族强者如云 欣男霸女 无恶不作 所以 她下手完全没有顾忌 杀了就杀了呗 羊群的数量再多又有什么意义 只是给狮子用来填肚子的 一会功夫 孔家百来人就只剩下三十多个 还算是完整地站在那里 你们都退后 孔家老祖沉生说道 众人面面相许 难道老祖要向这个年轻人低头吗 否则的话 就只有老祖一人又如何是灵寒的对手 不过 孔家老祖却显然没有投降的想法 而是寄出了一把剑 嗡 这把剑从他的体内扶了出来 顿时有无穷的绿光绽放 一股至高威压笼罩 让人心胆俱寒 以瓦里化为原形 从灵寒的身上掉落下来 双眼盯着那把剑 绿光直射 仙气 灵寒则是亚然说道 孔家绝对发现了一个大宝库 连仙气都有了 这可是比许许多多的仙王都要富有啊 孔家老祖显然是头一次寄出这把仙剑 保密是应该的 一名声援竟掌握了仙气 这是在给自己招货 只见孔家其他人都是满脸茫然 一副压根而不知道的模样 但许多人却已经忍不住跪了下去 这是仙王威压 这口仙剑显然不可能认孔家老祖为主 无法发挥完全的威力来 但仙气就是仙气 一寄出来就有仙王级别的气息流转 普通人怎么挡 见到了绿哥仙剑 你也可以死而无憾了 孔家老祖冷笑道 仗剑而攻 刷 一道剑气扫了过来 空间都是被生生切开 规则破碎 仙王级别 那就达到了规则本身的高度 哪怕仙气无法完全发威 可破坏力依然不是声援竟可以对抗的 林寒身形一闪 将这一剑躲掉 剑气破坏力强那是一回事 可出手的人也只是孔家老祖 声援大圆满而已 这把剑可以抵债 瓦里说道 绿光扫了一圈后 他露出满意之色 他的进化就需要原世界的本源物质 像仙魔剑便被他十分眼红 林寒哈了一下 行 你去拿吧 我是辅助型的战兵 战斗非我所长 瓦里一本正经地道 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只是林寒的一句调侃 你们还妄想对抗仙兵 孔家老祖冷笑 绿哥仙剑连连斩出 剑意森然 将整个空间都是斩得七零八落 这带来的后果便是林寒无法再调用到四周围的规则 全被仙剑斩碎了 老祖威武 见林寒被逼得只有到处躲闪的份 孔家诸人都是振奋莫名 高声大叫 只觉得这一次终于扬眉吐气了 居然敢犯我孔家虎威 真是活得耐烦了 废吊修为 吊在城门口 受尽酷刑而死 不不不 此人的战力可怕 还是早杀为妙 以免留下后患 听孔家人提到吊城门的事情 雷火大地不由脸色丑黑 他自然想到了自己的悲惨遭遇 那叫一个恨啊 孔家老祖也是战役大增 长笑连连 将仙剑斩武得更快更急 要将林寒尽快斩掉 这个年轻人太可怕了 若是再让他成长下去的话 恐怕仙剑意不能镇压 小子 你倒是狂啊 孔家老祖冷笑 百多声援竟还不能镇压林寒 反倒是被对方轰得死得死 伤得伤 现在局面反转 他自然忍不住要嘲讽一下 林寒展颜一笑 老家伙 小心乐极生悲 你也只有嘴上逞强的份了 孔家老祖痴然说道 林寒摇了摇头 原本还打算满足一下你的虚荣心 但你非要找抽 好 成全你 刷 又是一道剑气斩了过来 这是至高规则本身 可断天下万物 林寒不惧迎上 竟似要应当仙剑之威 孔家老祖又惊又喜 没想到林寒居然会这么傻 但他自然不会反对了 只是在心中冷笑 这小子真是晕了头 以为自己妖孽 连仙剑之威也能匹敌 扑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幕 却让他的眼珠子都是瞪了出来 第2389章陷阱 林寒的身上也爆闪出一道灵力的剑光 将绿割仙剑的攻击挡了下来 他 毫发无伤 孔家老祖能不震惊吗 那可是仙剑啊 斩什么都应该摧枯拉朽的 可现在居然斩不死 斩不坏林寒 这怎么可能 这小子妖孽到仙王级别了吗 林寒杀了过来 他手指仙魔剑 正是这挡下了绿割仙剑的剑气 否则的话 饶是他体魄强横无比 也不敢以肉身去扛仙气打出来的攻击 那何自杀无益 孔家老祖不信这个邪 绿割仙剑连连斩出 向着林寒疯狂扫去 腾 腾 腾 林寒挥舞仙魔剑相迎 将袭来的剑气一一斩掉 仙魔剑虽然还不是仙气 但材料早就达到了仙精级别 反正绿割仙剑也发挥不出仙王级的威力 那两者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 你 你居然也有一把仙气 孔家老祖这下真是惊慌失措 绿割仙剑是他最大的底牌 可林寒居然有办法对抗 让他如何能不大惊失色 仙气啊 便是仙王都很少有人能够拥有 一个小小的仙附近为什么可以得到 如果他知道林寒不但拥有仙气 而且仙魔剑还有机会升级成天尊宝气 估计他更要下晕过去 甚至 林寒身上已经有了一件天尊宝气 只是现在又受了严重的创伤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动用 林寒杀了过来 无比强势 仙魔剑斩出 丁丁丁与绿割仙剑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这一幕要是让外人看到 肯定都会非常震惊 因为两个不是仙王的人居然都拥有一件仙气 这让大部分的仙王都要无地自容了 哼 孔家老祖连接七剑 再也无法承受 吐血不断 他连忙取出丹药科下 只是一会 他的气息就变得强大起来 甚至比先前还要强大许多 这丹药显然不只是治疗伤势 居然还有提升战力之效 但一个人的战力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地提升 尤其是到了生源这个级别 一丁点的提升都是千难万难 林寒可以肯定 孔家一定是发现了某位大丹师的宝库 否则的话哪来这么多的丹药 而且级别还这么高 不过 在林寒的强势镇压之下 孔家老祖很快又撑不住了 这下 孔家老祖磕不了丹药了 不是没了 而是这种丹药虽然效果惊人 不但可以治疗伤势 还能激发潜力 可正因为如此 这丹药不能磕得太多 否则会把自己磕死 然而林寒太强大了 他只是挡了几招又伤势严重 只觉自己快要死了 助手 助手 他连连后退 试图与林寒拉开距离 年轻人 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解不开的仇恨 不如就此助手 老夫愿意赔偿你的朋友 说出这句话后 他真是委屈死了 加倍以为平地 族人又死得死 伤得伤 居然还要向罪魁祸首赔礼道歉 岂能不窝火 但有什么办法 再要打下去的话 他真的要挂了 行啊 林寒很痛快地点头 你当初抢走了我小弟的一份藏宝图 现在就把这份藏宝图还回来 当然 还有你从那宝库里拿出来的所有东西 孔家老祖顿时脸色铁青 这个藏宝图关系太大了 哪怕这几十亿年下来 他从其中拿出了许多的宝物 但也仅仅只有一半多 而且 最珍贵的那些宝物还在里面 不是他不想取出来 而是取不出来 需要无穷的时间去破解静置 他怎么可能交出藏宝图 这是孔家崛起的根本 孔家老祖笑了笑 道 不瞒阁下 那座宝库已经被我全部搬空 至于藏宝图呢 自然早就被老夫烧成灰了 林涵摇摇头 老头 这番话你还是去骗骗三岁小孩吧 不交出藏宝图的话 你过不了这一关 老家伙 雷火大地也站了出来 既然林涵站进了上风 他自然无惧了 真的没有宝藏了 孔家老祖用诚恳的语气说道 那我就自己动手了 林涵强势攻击 先魔剑斩出 招招紧逼 孔家老祖挡了几招 却是越来越捉襟见肘 被林涵一拳轰翻 成了阶下球 直接搜他的魂 雷火大地说道 对于孔家 尤其是孔家老祖 他可是充满了恨 若非此人 他现在肯定已经迈进声援镜了 不 孔家老祖连忙叫道 显得十分恐惧 我已经在是海中设下了禁制 只要一对我搜魂 我的是海就会爆裂 没有人可以得到任何的秘密 他这是怕死了 因为只要一搜魂他就会挂掉 林涵自然不会轻信 将手按到了对方的头上 将一缕神势探了进去 很快他就发现 孔家老祖说的没错 对方的事还有禁制保护 只要一触就会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你也休想对我用什么言行拷打 在这道禁制之下 我不可能说出任何有关藏宝图的事情 只要一开口 我的是海同样会崩碎 孔家老祖说道 林涵眉头一皱 没想到孔家老祖居然对自己也这么狠 不过 我可以带你去那个藏宝库 孔家老祖话风一转 居然做出了让步 那个宝库十分危险 几十亿年下来 他也只是破解了一半多的禁制 而剩下的禁制更加可怕 想要破解决非一时半会的事情 至少 他对宝库十分熟悉 只要他们一起进去 他就有办法把林涵或是其他人都弄死 这是个陷阱 反败为胜的一招 林涵看着孔家老祖 他自然知道孔家老祖打的是什么主意 不知道的只是那宝库 究竟有多么危险 但 有危险就退缩吗 林涵一笑 道 好 那就要麻烦你了 林涵 雷火大帝连忙提醒 孔家老祖的态度变化如此之快 其中必然有诈 你不敢去的话 宝贝可没有你的份 林涵笑道 我会不敢 雷火大帝属于一点旧着的脾气 立刻昂着脖子说要去闯一闯 但他并不傻 连孔家老祖都能从里面取出宝贝 那更强的林涵只要多加小心 断然不可能有什么问题 去宝库这种危险系数极高的地方当然不能鲁莽 林涵他们先准备了一下 然后便由孔家老祖带路 向着宝库的锁在地形去 出发之后 孔家老祖才透露说 宝库居然远在七化天 第2390章体魄提升 林涵亚然看着孔家老祖 老家伙还真挺能葬的 宝库在九华天 而家族却在烈焰天 这中间差了足有三个天狱 里搬得近一点不行吗 至少也在一个天狱之中吧 这当然是为了保密 孔家突然崛起 这太不正常了 谁都可以看出不妥来 便是家族内部肯定也有人会起贪心 想要独占这座宝库 所以孔家老祖却把孔家建在了烈焰天 别人再怎么能想 也不会想到宝库会是在七化天了 否则的话 就是把家族搬迁到七化天去 也肯定比这么一趟趟跑来的方便 由此可见 孔家老祖的心思非常缜密 也难怪他会在自己的誓海中布下静置 但也可以看出 这个宝库真的不得了 所以才会让孔家老祖小心翼翼成这样 林涵没有拒异 只有更加的期待 这真的可能是一位五星大师的宝库 里面有先王级的丹药 一行人出发 为了节省时间 林涵把大部分人都是收进了空间神器 没有了黑塔 他也感觉十分的不便 毕竟空间神器的安全系数不高 很容易破碎 要能用仙晶打造就好了 林涵将主意打率割仙剑上 但这可是仙器 不能认主发挥权威是一回事 但想要肢解他破坏他 保证他会自行发威 先王级伟丽啊 谁敢去出这个眉头 至少林涵没有这样的兴趣 道士瓦里十分殷切 想要林涵把绿歌仙剑给他 说这是林涵欠他的 你连消化那张卷轴都要一亿多年 给你也是浪费 现在我这里放着 放心 我怎么可能黑你的东西 林涵义正词言帝说道 对了 你有什么手段可以消除上面的仙王符文吗 只要消掉仙王符文 这把仙器也就成了利器 只是空具仙精本身的威能 却不再可以发挥出仙王施下的手段 放在别人眼里 这是天大的浪费 根本就是舍本逐末 仙器为什么牛逼 不正因为是上面有仙王布下的手段吗 因为只有仙精才能承受这样的威能 其他的存在在仙王伟力之下只有崩碎的份 瓦里点头 道 我的身体可以自动抽取一切本质因素 那我可以学吗 林涵老着脸皮说道 你不行 瓦里摇头 我的身体是由超弦材料制成 拥有超强的恢复力 这点林涵亲眼见过 被大黑狗打爆了还能很快恢复 根根没事人似的 让大黑狗都是垂涎无比 可惜啊 这根本不是给人学的 林涵摇了摇头 还是去逗弄小孔吧 小家伙现在重修仙玉的法 静静只能说是慢得离谱 因为他是抑郁的天地运生 天生就是要为抑郁征战的 现在跑到仙玉来 被这个未念针对得很厉害 若非瓦里的关系 给小孔做了手术 改变了一些东西 又让小孔学了一些新的东西 小家伙别说开始修炼 一出现就要被天地针对 生生斩死 林涵对小孔施加时间流 让小家伙可以快点成长到应有的境界 怎么也得重回生元境 说到重回生元境 他们出发七天后 林涵也觉得自己的积累已经足够浑厚了 实在看不出自己有哪一个地方修得不够完美 连瓦里都是点头 这自然是脱了天尊血的福 否则的话 林涵可能还要在积淀个几十年才去突破 他放开修为 果断引来天节 半天之后 林涵落下身形 毫发无伤 他让众人弄了辆马车 他则坐在车上参悟 度过天节之后 他心中有了许多名物 主要是天尊血与不灭天经的融合 修到他这样的高度 以不灭天经提升体魄和神魂的强度 已经不是靠苦修就行了 而是要无尽的天才地宝 可就算林涵洗劫了百多个祖王家当 但材料也是有限 毕竟没有几个祖王会把全部家当都收在空间神器中 再说了 大战中空间神器怎么扛得住祖王甚至天尊级别的战力 肯定有许多被炸碎了 里面的东西则是进入了虚空 不知道跑去哪了 林涵的体魄是在提升 但速度很慢 但此翻读了天结 却是意外地引动了天尊血 让他感觉可以将体魄迅速推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天尊是什么存在 超越了规则 一滴血都是珍贵无比 更何况还是抹了一大把 这比什么天才地宝都管用 只是无乐天尊怕把林涵弄死 才让天尊血以一种缓慢的速度作用着 现在在天结的刺激下才小小地爆发一下 慢慢地 他的身上结出了一层厚厚的茧 表层一片金黄 更有十八彩光芒泛动 散发着至高威压 在这样的威压之下 整个队伍根本无法再前进了 谁也动弹不了 只好停下来等 又过了好几天之后 这个精简破开 林涵冲天而起 整个人都是光溜溜的 但没有人看得清楚他的身体 因为有异彩缠绕 有惊人的气势流转 那眼睛啊 雷火大地连忙将头偏了过去 哪怕看不清楚 他也知道林涵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居然看一个男人光身体 他感觉吃不消 啪 吕黄立刻一巴掌将他拍翻 居然敢嫌弃他家男人的身体 活得不耐烦了 给你看就已经是你的福气 雷火大地只有忧怨的份 他可是知道女皇有多么的傲娇 跟他理论是完全行不通的 只好打落牙齿和血吞 而且 谁让他非要嘴贱呢 林涵从空间神器中取出衣物换上 然后才落下了身形 脸上布满了笑容 怎么样 女皇 虎妞 柔妖女都是围了过来 其他吉女则基本是在空间神器中带着的 他们很期待 林涵的身上居然有异彩缠绕 这可是先王特有的象征 林涵摇了摇头 距离先王还远得很 有异彩缠绕 那是因为天尊血的关系 不远了 瓦里却是开口 绿光在林涵的身上扫了一圈 你现在的防御指数达到了4800点 只要达到5000点 就是你们所谓的先王级别 这非常恐怖 要知道先王也得运转规则之后 才能拥有对应的防御力 可林涵却是体魄就如此 永远不会消失的 这对比一下就知道恐怖了 林涵也是才晓得 他只知道自己的体魄提升了一大截 但还是无法直接对抗仙气 没想到差别其实已经不大了 第2391章九拳 孔家老祖也在一边听着 却有种云里雾里的感觉 什么防御指数 但他至少听明白了 林涵的体魄很牛逼 快要接近先王级别了 还好还好 没有达到先王级 否则宝库中的静置 还未必伤得了林涵 当然了 这也可能是这些人在故意吹嘘 用意识在警告他不要有什么念想 反正都是没用的 他们继续上路 林涵女皇他们重新打开了修为上限 自然又能开始修炼原力了 这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哪怕他们有祖王精血 也只是可以让时间减少十倍到百倍 但依然漫长的惊人 他们并没有掩饰行踪 而且也很难掩饰 因为要使用一个个传送阵 被发现的几率也太高了 因此 他们大概行了两个月后 终是被人结了下来 这是一个看上去 普普通通的年轻男子 一身粗皮麻衣 明明很年轻 却散发着一股沧桑之意 好像经历了太多伤心事 让他满脸的郁郁寡欢 他就堵在了林涵一行人的必经之路上 还搬了一块大石头放在了路中间 自己则是坐在石头上 双眼为壁 仍是掩饰不了他的忧郁 我来 雷火大地自告奋勇 他的伤已经完全恢复 林涵练了些顶级疗伤药给他 区区先府而已 自然不难打理 而且林涵对朋友从来不小气 祖王血也给了他许多 让他的修为静静很快 战力比之前强多了 因此 他跃跃欲试 林涵确实笑道 你想上 估计一万个你加起来 也不是人家一根指头的对手 雷火大地自然不相信 你小子是瞧不起我吗 这是事实 石头上的年轻人突然开口 双眼睁开 竟是一片白茫茫的 好像瞎子一般 但能够轻易打败雷火的话 他怎么也应该是先府级别的高手 这还治不了一双眼睛 雷火大地大怒 林涵说也就算了 他可以当成朋友之间的调侃 你又是哪根葱 林涵看向那年轻人 怎么称呼 九泉 年轻人淡淡说道 我样样皆有 但总是少了欢乐 没有十泉十美 所以便叫九泉 虎妞好奇 为什么不叫九美 九泉向着虎妞看去 因为九美是我师妹 得 一对奇葩 别岔开话题 我就这么逊吗 雷火大地不甘心地道 九泉站了起来 顿时 可怕的气势扬动 这是生元静特有的气息 元力震荡 轻易便引动了天地规则 因为元力是世界本源之力 更加接近规则 生元大圆满 林涵说道 雷火大地顿时不吭声了 别说生元大圆满 就是生元小成静 也能轻易把他弄死一万次 我们好像之前没有见过吧 林涵笑道 没有 九泉摇头 那也无冤无仇了 林涵又问 没有 九泉依然摇头 那为什么要阻我去路 九泉叹了口气 失命难为 不 林涵点了点头 那令师又是谁 法难先亡 九泉恭敬地道 不认识 林涵摇头 斥祖大人的名会 你一定知道了 九泉目光一亮 犹如晴天闪过一道霹雳 让雷火大地不由自主地 闭上了双眼 九五天尊 雷火大地震惊 他现在自然也知道了 天尊的存在 而九泉之然是一位天尊的徒孙 这太吓人了 他连忙又睁开眼睛 只见林涵一只脚跨出 上身前倾 手臂的衣物则是出现了两道破口 明显是力气划出来的 整齐平整 在看九泉 他的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把刀 现在正缓缓归翘 枪毙一声 刀身终于完全顶进了翘中 发出清脆的声音 刷 林涵双臂上的衣物也完全断开 向着地上飘落下去 但手臂上却是一点伤痕也没有 显然 就在雷火大地闭眼的时候 林涵已经与九泉队拼了一招 甚至很多招 却居然让雷火大地一点察觉都没有 若非睁眼看到了 他还以为自己只是平淡无奇地闭了下眼睛 他在心中导抽凉戏 这二人的实力强到了何等地步 不错 值得我出手 九泉默然说道 他样样皆有 就是差了欢乐 也不会有任何的笑容 我是声援大圆满 你是小成静 刚好比你高了两个小境界 这是无乐天尊放出的话 只要不超过林涵两个小境界的 都可以向林涵出手 一名天尊的徒孙居然还会有忌惮 可见无乐天尊那一战真是打出了一片天 也让所有人知道 先遇还有第四位天尊 而且无比强势 林涵将双手附在身后 道 那就来领教一下 两人齐飞向天 只是一会之后 天空中就爆闪过惊人的光芒 一道道具响传来 仿佛雷鸣 所有人都是仰望天空 但除了虎妞 女皇 柔妖女这三个声援境外 其他人根本看不清楚状态 孔家老祖也看不清 因为他的修为被封了 他在心中万岸祈祷 最好九泉将林涵杀了 然后将其他人也都干掉 让他可以脱困 当然了 他也有担心 万一九泉凶性大发 将他也干掉了怎么办 但只是一会功夫 便不再有句响传来 一切都恢复了风平浪静 秋 一道人影落下 正是林涵 跑了 林涵说道 他目住远方 眼神为宁 不得不承认 九泉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对手 实力非常强大 但对上他惊人的体魄时 却只有挨打的份 因此自然也只能败退了 天尊的徒孙 确实有过人之处 若非林涵刚刚得到了天尊血 将体魄进一步提升 这一战的胜负还真要两说 毕竟 九泉有两个小境界的优势 看来 这一路都不会太平了 林涵摇了摇头 他们的行踪已经曝露 三大天尊一脉的高手 应该会不断递来狙击他们 不过 只要先王不出 他还真是无惧 他们继续前进 果然又遇到了一波波的袭击 有单枪匹马而来的 也有成群结队的 但漠部被林涵驱退 有的更是斩杀当场 以警告后来者 又是几个月之后 他们已经进入了七化天 也走过了最后一个传送门 现在需要靠走路来完成最后一段了 咦 众人都是发出惊呼 前方正有两拨人在血战 四周则满地都市尸体 第2392章人贩子 林涵他们出现的时候 这场战斗也接近了尾声 一方只剩下三个人还活着 另一方却是人多是重 已是占据了完全的上风 全灭对方不需要多少时间 黑风在做买卖 事项的快滚 人多的一方向着林涵他们喝道 凶神恶煞的 这情况好像很明显 一伙山贼正在打劫 他们刚好撞上了 只是 这回不会太巧了 一路过来遇到那么多人的狙击 虽然都被打退了 但正是如此 也许名的不管用 现在来应的了 林涵无惧 笑道 做什么买卖 带我们一起发财啊 黑风债的人都是一愣 这家伙是故意的 还是真傻 一名贼人看到了虎妞三女 不由露出垂涎之色 这三个女人不错 去试试他们的底 顿时就有三名山贼跳了出来 向着林涵雷火大帝挥刀劈了过去 雷火大帝恼火 他干嘛了 你们不问3721就向我出手 是觉得我好欺负吗 他冲了出去 砰砰砰 只是一拳而已 那三名山贼却被齐齐轰飞 在天空中划过一道弧线 然后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因为知道这些人是穷凶极恶的山贼 他也没有手下留情 这下的是死守 区区几个创世镜 连斩尘都没入 居然敢向他挑衅 这一雷霆出手 顿时将其他山贼吓得半死 连忙纷纷大叫扯呼 逃个不停 幸存者三人都是松了口气 连忙向着林涵一行人道谢 我们还有要事 先上路出发了 待到了红果城的时候 再好好相谢 一人说到 林涵原本没打算做英雄 也没有打算要回报 可对方这么说他就不高兴了 这也太敷衍了吧 你都没有说自己叫什么 也没有说具体的位置 那到了红果城怎么相谢 他目光扫过 这一行人应该是个商队 总计有十辆马车 当他的目光扫过其中一辆马车时 只见那三人都是露出了紧张之色 我们走得也累了 借你们的马车做做吧 林涵笑道 一边向着那辆马车行去 大人 那三人连忙阻拦 来 请上这辆马车 最大最是宽敞 里面的布置也最是华丽 滚 雷火大地横道 一手轻震 那三人顿时起起倒在了地上 痛得直哼哼 林涵哈哈一笑 向雷火大地表示赞赏 你越来越有小弟的自觉了 滚 雷火大地满脸都是不爽 他们走到那辆马车前 林涵伸手将车厢打开 只见里面居然坐着两排女子 彼此靠在了一起 脸上充满了恐惧 再扫过一眼 只见每个女子的身上都绑着绳子 林涵顿时明白过来 山贼过然是真的 但这个商队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涉及到了人口买卖 难怪他要登上这辆马车 让那三人如此忌惮 一人突然大吼一声 会刀向着虎妞扑了过去 他知道东窗事发 所以要拿下一名女子当人质 让林涵投鼠忌器 他这么一出手 另二人也是如梦方醒 连忙也跟着出手 虎妞嘻嘻一笑 猛地大吼一声 哼 三人手中的兵器 衣物都是震得粉碎 全身皮肤也纷纷开裂 鲜血鼓鼓涌出 脚下则是如同喝醉了一般 摇摇晃晃的 林涵让雷火大地去解开那些女子 自己则是跳下了马车 笑道 你们这些人贩子也太不专业了 怎么也得准备一件空间神器啊 那三人在心中吐槽 他们要是买得起空间神器的话 当然不会如此冒险和麻烦 可他们只是一群创世镜 又不精通空间规则 自己可做不来 一路霍 林涵出手 啪 将这三人全部震成了血雨 不过 他们虽然救下了人 但这也成了他们的负担 一群弱女子难道能够扔在这里吗 林涵他们都很不下这个心 只好将猪女一一送回去 还好 这虎人贩子境界低违 也不可能拐到太远的地方去 因此只是两天之后 他们就把人都送了回去 除了一个人 这是一个不过七八岁的小丫头 穿着一件青色的裙子 模样真是可爱无比 否则她也不会被人贩子看上了 但问题是 这丫头居然是个哑巴 难办了 其他被拐的女人也不知道 这丫头是打哪来的 林涵他们又在附近的村庄 问了一大圈 但哪里都说没有丢了这么一个人 后来倒是有人说丢了个女儿 可结果却被林涵发现 那人别有居心 完全是寄予小丫头的美色 没办法 林涵他们只好把小丫头带上一起走 这丫头不会说话 当然安静了 但一双眼睛却是灵动无比 宝然之际 还有堪破人世的智慧 让林涵诸人都是十分惊讶 这小姑娘到底经历了什么 才会流露出这样的眼神来 她很特殊 总是看着远方 问她什么也没有任何的反应 林涵他们都是嘖嘖称习 这小姑娘纯净得像是一汪清水 真不知道哪里才能培养出这样的灵秀来 这让林涵都有了收徒的打算 但小姑娘却是谁也不理 想收也收不了 他们继续上路 因为已经进了七化天 所以只是十四天之后 他们就来到了宝库所在的地方 当然了 这些天他们又遇到了几次狙击 后面几次不再是明面挑战 而是伏击暗杀 似是知道正面一战不可能击败林涵 但这些都不可能对林涵造成任何的困扰 体魄几乎达到了先王层次 只要先王不出手 那真的只有拿仙器直接斩中她才能造成伤害 目前除了孔家老祖外 还没有哪个生源竟拿得出仙器来 从这点来说 孔家老祖真是比天尊门徒都要扭叉 这是一片死气沉沉的荒山 看不出一丁点出奇的地方 但他们都没有发现 来到这里之后 那小丫头 林涵他们见她一直穿着青色的衣服不肯换 便叫她为清清 确实目光一转 整个人好像回过了魂来 孔家老祖左弄右弄 忙活了一大通之后 荒山的脚下突然现出了一个通道 林涵没让孔家老祖走在前面 而是拎在了手里 这样若真的遇到什么危险 他也可以把孔家老祖丢出去挡栽 他们走进去不久之后 后面的入口自行封闭 荒山又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第2393章破解静置 通道之中 因森林的 但随着他们踏踏踏的脚步声响起 这个通道却是一段断地亮了起来 头顶是一块块鸣鱼般的石头 会自行发光 很快就让整个通道变得通明 通道不长 一会之后 他们的前方便豁然开朗 现出了一片超大型的区域 只见他们正在一个悬崖的山洞口 前方则有一片建筑群 大概在滴落了千丈距离外 这些建筑十分精美 同时也很大气 全是砖瓦结构 竹子上面雕龙刻缝 而四周则有成天的竹子 在轻轻扬动着 就是宝库了 孔家老祖说道 那就请吧 他们非落下悬崖 但发现整个建筑群都被一种力量保护着 无法直接进入 林涵其实可以尝试许多办法 比如用仙魔剑斩 又比如让瓦里去计算 都有可能把这层保护破坏了 但既然有孔家老祖在 何必去费这个周折 来吧 带路 孔家老祖带着他们来到了建筑群的前方 不知道摆弄了什么东西 他们就畅通无阻地走了进去 这里的建筑 前面的都很普通 只是用来助人的 孔家老祖说道 只有最后七座建筑中才藏着宝贝 所以 不用在前面浪费时间 他虽然是这么说的 但众人又岂会轻易相信 将一间间建筑都是搜索了遍 但确实如孔家老祖所说 那里面并无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一间间屋子小心翼翼地搜索下来 他们终于到了最后七间建筑前面 这明显要比其他的屋子大 而且七间屋子的布局也非常奇妙 彼此之间有呼应的架势 这是七星布局 而最中间的那座屋子更是其大 有弱地皇一般 怎么进 林涵问道 孔家老祖则是道 按照约定 我已经将你们带到了这里 你们是不是该放我走了 呵呵 你这未免也太会自说自话了 林涵拍拍孔家老祖的肩 谁答应过他来着 孔家老祖当然也知道这点 他讨价还价 道 想要我去解开静止也行 你们的先解我的修为束缚 他现在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你现在一边带着吧 林涵自然不会妥协 然后向瓦里道 想不想要好东西 想就把这里的静止给破解了 你这是在利用我 瓦里居然智商上线了 向着林涵抗议道 林涵哈哈大笑 那随你的便 要是我去把静止打开了 那里面的东西你一点也别想唠叨 你来打开的话就 就按人头分你一部分 瓦里计算了一下 点头答应下来 众女都是摇头 说到计算能力 瓦里真可以说是聪明绝顶 无人可以出其右 但说到人情世故 这家伙是超低级别的 林涵破了禁止 宝物没他的份 那他破开了 不是也不需要给林涵吗 他居然同意了林涵的分配方案 实施一切都是计算的锅 因为在瓦里看来 他们这么多人分配 自己只拿一部分是十分合理的 这夫君真是无语 人要坑 不是人的也要坑 瓦里上前 没走几步 只见地上突然发出光芒 向他展了过去 这光芒非常可怕 至少是深圆镜大圆满级别 修 光芒极窄 但瓦里却是退得更快 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也是个体修 不用规则之力 而是靠天地之力发威 爆发力更强 光芒展过 确实消了个空 孔家老祖顿时露出金融 当初他进入这里后 一来是头脑发热 二来也是力有未待 被这道光展中之后 可是受了极重的伤 但也是因为如此 他才真正意识到 这个宝库的重要性 可现在 瓦里居然轻易就躲了过去 这让他心中顿时不平衡起来 瓦里继续向前 而光芒也是一道 接着一道展了出来 但没有一道展的中塌 一会之后 瓦里就停了下来 没有再动一一下 双眼中则是暴闪着光芒 应该是又在进行着疯狂的计算了 这倒是过了很长的时间 他才睁开双眼 道跟着我走 每一步都不要有偏差 他在前面走 众人都是跟着 孔家老祖依然被灵寒拎着 几步之后 孔家老祖就露出了震惊之色 因为瓦里好像真的破解了 这座建筑中的静置 他无法相信 要知道他每走一步 都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受了严重的内伤 需要花费几万年的光芸 才能恢复 进行下一步的尝试 有很多次的时候 他都想放弃了 因为这也太受罪了 可瓦里没有被打中一下 就那么几下尝试而已 就把这里的静置给破解了 让他心中如何能够平衡 他又哪里知道 瓦里可是一个更高位面 几百个纪元的结晶 这要还不能破解 一位先王部下的静置 那悬逆位面 还有什么资格去入侵异域 瓦里带路 很快就进了这座建筑中 进去之后 只见这里一排排的都是架子 上面则是放着各种各样的东西 大部分都是丹药 但许多架子都已经空了 显然是被孔家劳族取走了 等等 瓦里说道 这里有总的控制枢有 我只要将枝关闭 那这里的静置就会全部消失 不过 这静置其实还带有保值 主藏的功能 关闭之后 这里的东西便会慢慢坏掉 林涵笑道 无妨 瓦里去操作 很快他就点点头 行了 林涵踏前踏后 果然没有任何的反应 好像这里真的成了一间普通的屋子 最吃惊的当属孔家劳族 他原计划是讨价还价 先把自己身上的静置解了 再利用他对这里的熟悉 将林涵诸人全部坑死在了里面 但万万没有想到 有瓦里在 这些静置形如虚设 轻轻也微微眨动一下眼睛 向着瓦里看去 好像在好奇一般 林涵他们大扫荡 这里的东西被孔家劳族拿走了大部分 但还是有许多留存了下来 大部分都是丹药 但也有一些其他的物资 比如珍贵的玉石 对修炼极有帮助 这些东西对瓦里都没有帮助 因此 林涵便给他打了欠条 以后再拿仙金之类的抵给他 这么吃亏的交易也只有瓦里才会干了 但瓦里却并不觉得自己吃亏 很积极地又去破解第二座屋子的静置 林涵查看丹药 果然 这绝对是一位五星丹师的手笔 大部分丹药的链灵都达到了八链 有少数几颗甚至达到了九链 但只有一颗达到了十链的高度 第2394章第七屋 林涵仔细研究 脸上时不时便露出恍然之色 他在链灵上早就达到了九链 但迟迟没有迈出十链这一步 因此也无法成为五星丹师 主要是他从来没有见过十链的丹药 一切都是在凭空摸索 但现在有一颗现成的十链丹药摆在面前 让他参照 自然明雾不断了 他在想的时候 瓦里已经势如破竹地解掉了第二间屋子的静置 与第一间一样 大部分都是丹药 但被孔家劳族也搬走了大部分 这里的十链丹药还是很少 仅只两颗 但都是四星级别 没有先王级别的大药 林涵只拿十链丹药 这对他有极大的帮助 雷火大帝则是兴奋的不要不要 拼命收取着丹药 但他的速度又哪能和虎妞猪女相比 只能大呼小叫 给我留点 给我留点 他感慨无比 要不是那的老王八 我早就成为先王了 这里的丹药无数 再加上他的资质也不算弱 极有成就先王的可能 林涵打击他 道 新路每百亿年才会开启一次 你就算得到了这个宝藏 现在也只能再生缘尽苦苦折腾 你不讽刺我会死啊 雷火大帝脑道 这家伙怎么就以打击他为乐 不就是当初传这小子神通的时候 掉了一下胃口吗 林涵哈哈大笑 没再去理他 孔家老祖则是要崩溃了 他可是花了几十亿年才掏空了这里大半的地方 可林涵一行人倒好 随随便便就把静置破开了 看样子真有可能一天之间把这里掏空掉 人比人 真是气死人了 他浑身都是散发着寒意 因为他的作用已经是零 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 万一凌寒他们想要杀他 那根本不用犹豫的 果然 雷火大帝盯了过来 他自然最恨孔家老祖了 夺了他的机缘不算 当初还差点打得他魂飞魄散 呵呵 一切都好商量 取走的丹药和物品 我都会还给你 孔家老祖连忙笑道 他半点也不想死 不 需要 雷火大帝一字一字地说道 伸手拍出 啪 瓦里绝对是老黄牛一般的存在 辛苦耕耘 没有一句怨言 很快就把六间屋子的禁制解开 但来到第七间的时候 他停了下来 这个禁制 是死境 只能以暴力破开 他这样说道 林寒猪人搬东西的速度 还没有他破解得快 因此他们也没有顾得上 而是来到了第三间屋子 与前两间一样 这里基本还是丹药 接下来的第四间 则是出现了宝器 各种级别的都有 同样被拿走了大部分 但并没有仙器的存在 不知道孔家老祖走了什么狗屎运 居然可以得到绿歌仙剑 第五间跟第四间一样 但在第六间的时候 终于出现了仙精 这是一块拳头大小的紫色金属 有流光一彩 赏心悦目 紫阳天辰经 林寒认了出来 仙精 雷火大帝激动 帝问 林寒点头 仙精 不得不说 瓦里这个人还真是老实 甚至老实的过分了 头一个发现了仙精 居然没有悄然顺走 雷火大帝兴奋了一阵 却是摇摇头 算了 还是给我几件 声援镜级别的宝器吧 否则 以我的实力也不可能拥有 一亮出来就会被人结了 这是大实话 没有足够的实力 却拥有价值惊人的宝物 那等于是在叫人来抢 而且 对于雷火大帝来说 现在显然仙附近的准仙器更好 能够爆发出完全的威力来 林寒有些奇怪 他本以为这里的原主人应该是一名五星丹师 可现在来看 似乎又很擅长练器 这样的人才非常罕见 这里有一把仙器 被孔家老祖拿走了 现在则是落在了林寒手里 而五星级别的丹药则有多达三颗 应该没有更多的被孔家老祖拿去了 他们搜刮一空之后 来到了第七间屋子的前面 七星汇聚 这是中星位 不能破解 林寒问瓦里 不能 瓦里摇头 力量不超过死尽的强度 那么便无可奈何 而力量超过的话 则死尽会把这间屋子完全回去 林寒倒是好奇了 七间屋子中 三间放着丹药 三间放着宝器 其中有仙王级别的丹药和仙兵 那么这一间保护性更好的屋子之中又藏着什么呢 众人都是绕着屋子转 但连瓦里都是没有办法 他们自然更加不行了 几圈转下来 都是只有叹气的份 可就在这时候 却见轻轻走了出来 伸出小手在屋墙上抚摸着 小丫头反正也造成不了什么破坏 而这竟是针对第七间屋子本身的 因此伸手上去也不会对本身产生危险 林寒他们也就没有去管 虽然还有一间屋子没有打开 但现在的收获已经非常惊人了 林寒点头 他得到了好几颗石炼丹药 这对于他迈进五星丹师帮助极大 众人都是点头 打不开又有什么办法呢 走吧 他们转身 便要离去 但才走出几步 只听后面传出卡卡卡的声音 以众人齐齐转头 只见第七座屋子的外层 竟有一道道裂纹出现 不是屋子本身 而是外面 好像空气化成了实质 然后裂开了 碰地一下 空气好像水晶四地一层层落下 静置 破解了 众人都是亚然 刚才还说要么破不了静置 要么静置破了屋子也毁了 怎么现在静置破了 可屋子没破呢 他们都是向着瓦里看去 瓦里也是茫然 两只眼睛剧烈地闪动着 正在进行着疯狂的计算 他对这样的事实也是充满了不解 静置真的破解了 但什么后续的反应都是没有 会不会是清清的关系 柔妖女说道 他们都是看向清清 但立刻又齐齐摇头 怎么看这小丫头都不像是拥有什么特殊能力 既然静置都解开了 那就进去看看吧 林涵说道一边将仙魔剑取了出来 他现在没有了黑塔 少了一个最强的庇护宝器 面对这未知的情况万万不能大意 小心 吕黄关心道 林涵点头 却是一把将瓦里抓了起来 挡在了前面 这家伙被仙王打碎了都死不了 用来当盾牌再好不好 众人顿时无语 第2395章强者入境 这夫君说的慷慨激昂 结果却拿瓦里这个可怜鬼当掩体 简直可耻 瓦里则是莫名其妙 你为什么要抓着我 怕你会跌倒 林涵随口说道 瓦里更加奇怪 我有强大的平衡性 哪怕处在失重状态下也不会跌倒 不需要你抓着我 没事 就当是尊老爱幼了 林涵继续胡扯 这在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是什么 可瓦里却要通过分析计算才能反应过来 但目前他分析一下第七座屋子 危险系数无限接近于零 因此 他自然分析不出来林涵这么干的目的是什么 只说分析 瓦里绝对是超一流的 应该天尊都是比不上 但只是最最简单的人性判断 他却是因幼而级别的 瓦里满脸茫然 却点点头 对于尊老爱幼者的理由 他是接受了 因为他确实很老 林涵拎着瓦里进去 清清也想跟进去 却被柔妖女抓住 对着他摇摇头 危险 清清也是满脸茫然 对着柔妖女看 模样跟瓦里有的一拼 林涵走得很慢 右手持仙魔剑为武器 左手则是拎着瓦里围盾 步步为营 他可不知道这里有什么危险 自然的小心在小心了 屋子里黑漆漆的 好像一头怪兽的巨口 不过当林涵走到深处的时候 只见四周竟是一片光明 之前还黑漆漆的屋子瞬间就变得敞亮 他眼睛为咪 打亮一下 这屋子可与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并没有什么架子之类 而是在中间的位置处 放着一面巨大的镜子 这是什么至宝 需要用自毁形的镜子保护 主人将他造了出来 却又树枝高阁 一副毁掉不忍 又不想让人得到的犹豫 让林涵无比地好奇这面镜子的用途 他随手将瓦里丢下 向着镜子看了过去 只见镜子中出现了他的影子 但再仔细看 他的身影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星空 再看 星空也消失了 变成了林涵无法看懂的东西 这是 卫面坐标 瓦里突然开口 神情都有些激动 什么是卫面坐标 林涵问 瓦里想了想 才道 像我们要进入其他的卫面 只能走两界连通点 但一个卫面总有这样那样的空间薄弱点 如果被强者找到的话 便能以无上手段直接打通过来 那我们可以借用这玩意区别的卫面 林涵问 瓦里摇头 创造这件机器的人显然在空间规则上 拥有惊人的造诣 他找到了你们这个未面的薄弱点 当然也可能是错误的 只有别的未原面强者才可能来到这里 林涵不由失望 只有别人才能进来 他们又出不去 那这玩意真是激乐 难怪这里主人要把镜子吓死尽 因为一旦这玩意启动了 便可能引狼入室 这东西留着是个祸害 林涵沉吟一下道 得回去 原主人应该是舍不得 毕竟是心血所结 而且这玩意确实是华时代的东西 但他显然也知道危险性 以死尽的方式来杜绝危险的发生 瓦里没有说话 只是演发绿光 在镜子上面不断地扫描 林涵一阵先魔剑 纵身而起 对着那面镜子削了过去 就在这时 诡异的事情发生 镜子突然自行发光 然后羞羞羞地旋转起来 而且速度越来越快 瓦里 林涵向着瓦里叫道 这家伙该不会启动了这面镜子吧 瓦里不答 只是维持着绿光的扫描 林涵吼了一声 先魔剑在动 修 一道剑光展出 如同巨龙 向着镜子扫去 嗡 一股可怕的气息流转 仿佛天雨都要崩碎了一般 剑气还没有斩到便砰地一下崩碎了 化成了烟花般洒落 嘶 林涵不由倒抽凉气 这镜子是一种宝气 或者如瓦里所说 一件机器 可以在无数的未面之中标注出仙欲的所在 成为明灯 无上强者可以通过这明灯的指引 穿越未面而来 这是个薄弱点 可以被穿透的 之前林涵并无担心 一来镜子并没有被启动 二来就算启动了 应该也没有哪个强者这么闲 一直在刘易元世界中有没有突然多一道指引明灯 再说了 这个薄弱点是不是正确的还得两说 可林涵真想骂娘 三个必要条件居然全部齐了 这样恐怖的气息 绝对是与九五五乐天尊他们一个级别的 谁谁要过来了 林涵大吼一声 这如果是抑郁天尊的话 不知道要造成什么毁灭性的破坏 他挥剑连斩 修修修 一道道剑气消出 如龙舞天 然而 镜子中发出的气势还在提升 让仙魔剑的剑气根本无法触及 林涵想要直接用剑斩 却连镜身的资格都没有 在这股气势之下 苍穹都要匍匐 通 头顶上空 有乌云滚滚 天结正在形成 这时先与天地起了反应 一个强大无比的生灵要进入这个位面了 让天地如灵大敌 天尊级别的存在 不在规则控制之下 本来就破坏了平衡性 诸女和雷火大帝也走了进来 看到这一幕都是惊呆 而在这至高无上的气势之下 每个人都是脚下发软 不由自主地摊坐在地上 只有一个人例外 轻轻 这太惊人了 天尊级别的气势汹涌 一个小小的丫头却居然可以无惧 要挡天尊气势 怎么也得八重天 九重天的先王 这小姑娘可能是如此强者吗 轻轻的眼神中依然充满了迷茫 但盯在那面镜子之上后 却在慢慢变得澄清 身上隐约有骨质墙的气息涌动 就在这时 镜面一晃 竟是如同水面式的波动起来 一道人影浮现 好像从无穷深渊处走了过来 然后镜面俱颤 一个人头顶着镜面 撑起了一尺高 好像要破镜而出 但镜子却拥有很强的韧性 没有让那人得场 但接下来 那人的双手也按了出来 只是轻轻一震 啪 镜面片片破碎 哐啪啪啪掉了一地 一道人影出现 站在了原本的镜子中间 呲 真有一个人穿梭了卫面 进入了仙域 灵寒他们凝目看去 这是一个看上去 仅有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相貌英俊 但倒是次要的 他的气势太棒薄了 让雷云越来越密集 仿佛要把整个天地的能量轰下来 第2396章在下周恒 哎哟 这年轻人抬头看了下 露出一抹不好意思的笑容 那可怕的气势 竟是飞快必收了起来 只是一瞬间 他就变得与平常人 没什么两样 天地雷姐也一下子 失去了轰击的目标 很快就纷纷散去 林寒木瞪口呆 这年轻人绝对是一名天尊 可居然能够七天满日 太惊人了 瓦里则是演发绿光 对着那年轻人扫描了起来 完全的不知死活 不过 这年轻人似乎脾气很好 目光在众人的身上扫了一圈 笑道 大家好 我叫周恒 来自另一个卫面 这样的登场方式 林寒诸人不由第五语 一位天尊居然如此的毫无脾气 不说封号 自爆家门 太另类了 瓦里则是皱眉 他身上有种东西挡住了我的扫描 科技未面的战兵 周恒在瓦里的身上多看了两眼 点点头 非常难得 几百个纪元都未必造得出一尊来 林寒诸人更加震惊 这个周恒天尊似乎对诸多未面极为了解 要知道整个元世界就是你打我 我吞噬你的残酷世界 一名一位面的天尊降临 又会带来怎样恐怖的大灾难 道友是在修红尘练心之类的术法吧 周恒看向清清 脸上带着欣赏之色 超低等未面很难跨出第二步 但道友能够另辟蹊径 这份天赋让在下佩服 林寒诸人都是如在梦中 天尊是何等牛叉的存在 高高在上 开口闭口就是本尊如何如何 可周恒却是自称在下 真是让人不敢相信 不过 周恒居然称轻轻为道友 道友 思 林寒诸人都是倒抽凉戏 难道清清也是一名天尊 整个仙玉就四位天尊 五乐九五 风情还有 清火 清清 清火 清清也看着周恒 他的眼神中依然有着茫然之色 但在一点点地变得清澈 多 周恒突然轻驰一声 顿时如同木骨沉中 发人深省 嗡 林寒诸人都觉脑海一沉 腹又一醒 好像身体中多了什么东西 说不清是什么 但似乎让他们对于天地大到有了一种新的体悟 这是天尊在赐赠他们吗 清清的眼神一下子变得完全清澈 轰 一瞬间而已 他的体内流转出至高无上的气息 仿佛一尊神奇 凡夫俗子只有贵必膜拜的份 天尊 绝对是天尊气息 清清 不 清火天尊一下子释放出无上气势 他看着周恒 眉头为皱 这个强大的存在让他完全看不透 但堂堂天尊岂会惧怕于谁 轰 他的头上燃烧起了青色的火焰 那便是九重天仙王见了都要战斗 凌寒诸人都是呲牙 他们居然和一位天尊并肩而行了那么多天 还把对方当成了无助小丫头保护着 甚至凌寒还享受他当弟子 周恒说 清火天尊是在红尘炼星 看来清火天尊是故意压制了修为 化为凡人投入滚滚红尘 别打滚爬 将到新牟利 以走出第二步 每个人都是天地的一份子 都拥有天地之力 只是凡人碌碌 无法发挥罢了 每个人 都是一个宝藏 你是何人 来自哪里 清火天尊问道 但他依然是七八岁小姑娘的模样 声音稚嫩 反差极大 天尊不容于天地 一道道闪电披落 在针对清火天尊 但对于天尊来说这自然是小意思 连躲闪招架都是不用 周恒唯唯一笑 在下并无敌意 来此的目的也很简单 想要邀请向道有这样的强者 还有年轻俊杰去超等卫面 去超等卫面 敢问大人 超等卫面是什么 比高等卫面更强的卫面 林涵大着胆子问 他觉得这名天尊似乎很好说话 旧性格有些像他 只要不触到他的底线真的很好说话 但要是触到的话 那杀起人来比谁都狠 周恒点头 超等卫面一共才四个 但现在只剩下一个了 他的脸色有些沉重 众人都是亚然 卫面战争的本质就是吞噬 照理说 超等卫面才四个 现在剩下一个 那另外三个自然都是被这一个给吞噬了 应该是无敌了啊 你愁什么愁 周恒展颜一笑 好吧 我从头说一遍 给你们理理思路 这位天尊的脾气确实很好 整个原世界就好像一条蛇 一个个卫面依次排列 从强到弱 而老的卫面会慢慢走向死亡 新的卫面会诞生 生生不息 周恒说道 他想了想 又道 与其说是蛇 不如说是一个太极 生必还 在很早很早以前 原世界各个卫面都是完全独立的 没有连通点 彼此互不干涉 当然也没有卫面战争 但到了某一个时间节点 一个老卫面上的人不甘心本卫面崩溃 化为虚无 于是 他们创造了一种强大的生灵 名为狂乱 狂乱的本质就是吞噬 抽取一个卫面的能量来补充那个老卫面 依靠狂乱 这个老卫面苟延残喘了好几百个纪元 但狂乱吸收了太多的天地之力 变得越来越强大 那个老卫面的人再也无法控制他 于是 老卫面便也成了狂乱的牺牲品 被他吞噬了 狂乱开始无尽地吞噬卫面 不断地强大 到了最后 他本身也成了卫面 也是最强的卫面 按照原世界的规则 他排到了最前面 他依然在吞噬 但他后面是四个强大的超等卫面 强者无数 让他的侵略脚步减缓了下来 但无数个纪元之后 三个超等卫元面全部被狂乱吞噬 那三个卫面的超强者 全部退到了最后一个超等卫面 与第四个超等卫面的强者联手对抗狂乱 即使如此 我们还是落在了下风 照这样下去 总有一天最后一个超等卫面也会沦陷 到时候 整个原世界都要被狂乱吞噬 陷入永远的黑暗 混乱之中 在这样的情况下 原世界也被迫自救 启动了卫面战争 试图创造出更多的超等卫面 众人都是张口结舌 卫面战争居然是这么来的 这目的居然还无比的崇高 为了对抗整个原世界的毁灭者 灵寒不解 到为什么要创造出更多的超等卫面 周恒一笑 因为境界越高 就需要越是高等的卫元面来释放战力 比如在下 如果放开修为的话 天地的针对会非常厉害 不是天地压制了在下 就是在下崩碎了天 第2397章六部天尊 天尊不容于天地 向异域为什么迟迟不能攻下仙玉 仙玉天地本身其实才是最强大的武器 否则的话 异域强者早就长驱直入了 所以 一旦最后一个超等卫面被狂乱吞噬的话 那么超级强者们都将没有根基了 又如何对抗狂乱 连原世界都是被迫让卫面对接 启动了卫元面战争 以制造出更强大的卫元面来 可见狂乱有多么的可怕 轻火天尊漠然无声 他和风情 九五天尊的目标只是为了超脱 可以不受这片天地的影响 再任意一个卫面中老游 真正无拘无束 可现在听周恒一说 靠 哪来真正的超脱 一旦狂乱杀过来 那所有的卫面都将消失 天尊的超脱只是能够摆脱本卫面的束缚 可以生活在任意一个卫面而不用担心实力削弱的问题 但连卫面都没了 天尊其实也一无是处 那么 何来超脱 灵寒神色凝重 他没有想到形势居然会如此的严峻 相比之下 抑郁入侵都变成了小意思 大人过来 就是培养更多的强者来对抗狂乱吗 灵寒问道 周恒点头 我们现在将狂乱阻在了最后一个超等卫面之外 但我们的伤亡也很大 需要更多的胜利君 所以 在下穿梭在各的卫面 寻找优秀的人才带回超等卫面进行培养 他顿了一下 在下不会强迫 但还是希望天分卓越之人可以随在下前去 否则 狂乱一旦攻陷超等卫面 那一切都将成灰 哄 就在这时 只见一根巨大的触手凭空出现 向着青火天尊及灵寒等人抽了过去 这根触手通体漆黑 上面截着无法形容的符号 一出现就让天地发出了哀嚎 生生撕开了一角 无尽的血雨纷纷洒落 好像在崩灭似的 不好 周恒颜色大变 他右手伸出 手中已是多了一把剑 一剑羊 冻九天 青火天尊也是娇齿一声 双掌拍出 无穷的火焰阳洞 砰 触手抽到 青火天尊被毫无悬念地抽飞出去 而周恒才堪堪纵身感到 杨剑斩出 削在了触手之上 扑 剑斩了进去 但触手却并没有什么的血液飙出来 而是轻颤一下 话为了泡影 完全消失了 这是狂乱的一道精神烙印 他应该也捕捉到了这里的卫念坐标 尾随我而来 还好 这剑卫念灯已经回去 狂乱不可能再来了 周恒收起了剑 说了一句之后 向着青火天尊看去 青火天尊很惨 硬扛了这一剂后 胸膛直接凹了下去 他勉强爬了起来 轰 身上的火焰倦武 伤势正在慢慢复原 灵寒诸人看得浑身寒意滋生 青火天尊居然被抽了一下就受了重伤 而要知道 那只是狂乱的一道精神烙印 何等的实力差距 灵寒又看向周恒 这位主应该比无乐天尊更强 否则的话 他也不可能将狂乱的精神烙印斩灭了 周恒向着灵寒一笑 天尊共分七步 我为六部天尊 靠 灵寒几人直接无语 难怪这家伙如此之强 居然是六部天尊 要知道 无乐天尊只是一部天尊巅峰 旧能力拼九五 风情两大天尊的联手 六部天尊又是何等强大 那狂乱呢 灵寒还是很好奇 狂乱早就达到了七部巅峰 现在本身化为未念 已经无法用天尊的等级来衡量他了 周恒想了想才说到 也就是说 比七部天尊还要强 这也很正常 否则三个超等未念 也不会被灭掉了 轻火天尊伤势还没有完全恢复 却是开口 本尊决定了 跟你去超等未念 在这未念之中 他的成就几乎达到了巅峰 不太可能再跨出一步 除非先欲崩碎 他可以吸收到天地的本质力量 才有望踏出第二步 实现超脱 可一来那也只是可能 二来狂乱那么恐怖 未必可以等到这么一天 三来超等未念都能培养出七部天尊 那他去了自然也会有更加广阔的成长空间 周恒欣然点头 我感应到这个未念还有三名天尊 这都是需要争取的物件 还有 像这样的年轻人也是未来的希望 我只能来一次 要将能带的人全部带走 超等未念肯定有类似未念灯的存在 可以指引他回去的路 一起去吧 周恒伸手 将灵寒珠人都是收进了他的袖口中 但他并没有对轻火天尊出手 对方虽然实力不如他 但好歹也是天尊 能够踏进这个境界的 都是万古无上天才 周恒徽见一斩 虚空破开 他立刻一脚跨了进去 星火天尊唯唯有欲 也是一脚跟了进去 天尊太强大了 周恒前脚进入虚空 后脚已是跨了出来 他们来到了一座高山上 山顶有一座宫殿 以众人强大的墓里都能看得清楚 上面写着风情殿三个字 扬动着万古不灭的气息 周恒手一抖 众人都是落在了地上 他身形在阵 已是消去了所有的天尊气息 免得被天帝针对 以他六部天尊的强大 权力发威之下 先欲未念只有崩碎的份 清火天尊也到了 见到周恒收起了气息 他也不好意思卖弄 人家六部天尊都是如此谦逊了 他也收起了气势 但没有周恒那么自如 只能维持一小段时间 还是要被天帝针对的 他们起步而行 向着山顶走 大胆 有人跳了出来 挡住了众人前进的路 这是一个年轻人 声援静修为 他显然不认识清火天尊 更加不可能知道周恒 可对于林涵他却是毫不陌生 立刻失声道 林涵 他太吃惊了 一个小小的声援静 居然敢闯到天尊府地来 这是吃了天龙胆了吗 林涵心中有底 自然把握十足 道在下陪同两位前辈过来 还请封请天尊出面一见 那年新人则是气炸了 你怎么敢说这样的话 天尊啊 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什么陪同两位元大人 哪一个都不认识 最多也就是先王级别 还想请天尊出面 你不是痴人说梦吗 好啊 居然敢闯我封情殿 那就一个都不要走了 他森然说道 林涵心中暗笑 他自然是故意给对方挖坑 否则他大可以将 清火天尊的名会爆出来 周恒看了他一眼 居然只是微微一笑 毫无开口斥责的意思 林涵知道 这位主年轻的时候 估计也是一位爱玩的主 所以才会放任他胡闹 第2398章风情殿 风情殿的年轻人发出长笑 很快就有两名强大的存在过来 身上有一彩缠绕 先王一名是三重天的存在 一名则是五重天 相当了不得 这两名先王先在众人的身上扫了一下 他们主要是在找无乐天尊 那位主真是太可怕了 一战打出了滔天的威名 嗯 那一位不在 两大先王都是松了口气 只要那位不在就好 那三重天的先王看着林涵 露出了森然冷笑 林涵 你以为不乐天尊发了话 你就可以肆意万为吗 胆敢闯我风情殿 你这是自寻死路 正常情况下 谁也不敢违反天尊之命 可林涵居然主动闯进了风情殿 那要不将他轰杀的话 风情一脉颜面何存 这是底线 绝不能踏破的 林涵微微一笑 我陪同两位大人过来 又要是与风情天尊相伤 还不快去禀报 放肆 那三重天先王怒斥一声 伸手就向着林涵抓了过去 他不敢杀林涵 却是不介意将林涵拿下 交给风情天尊发落 大家和和气气的 何必动粗 周恒微微一笑 伸出手 轻易便将那三重天先王的手腕扣住 那三重天先王先是一愣 然后露出不可思议之色 这一下扣弯的动作 他根本没有察觉到 斯 双方的实力到底有多大的差距 那五重天先王也是大惊 周恒没有流露出丝毫的霸道气势 可出手却是如此惊人 让他无法相信 不能相信 这样的实力 甚至在他之上了 他连忙发出信号 叫来更强的帮手 瞧的是 惊天风情一脉 恰好来了一个最强者 玉须先王 只是一会 恐怖的气势流转 来了一位至强者 玉须先王 几乎是天尊之下的第一人 林涵 玉须先王不由地眸子一景 一名小小声援竟 居然可以让天尊都是感觉扎手 林涵绝对是史上第一人 而他当初想要 林涵身上的起源魔方 居然也没有得逞 这也是他难以释怀的 能够让这么多九重天先王 还有天尊记在心上的 林涵估计是独一号了 玉须先王刚想发威 目光却是扫到了清火天尊 顿时神情一领 别人不认识清火天尊 那是因为没有资格 而他作为风情一脉最出色的弟子 又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位主 他连忙恭敬一一 道 拜见清火大人 突 之前两名先王顿时喷了出来 什么 那个小丫头居然就是清火天尊 这是怎么回来 清火天尊不是与风情 九五一个阵营的吗 怎么现在和林涵站到了一起 清火天尊自然不屑辩解 他甚至连玉须先王都是懒得理会 反正这一行由周恒说话做主就是了 看到清火天尊这样的态度 玉须先王等人却是心中一格愣 难道清火天尊投向了无乐天尊那一边 要知道风情九五两大天尊联手才能与无乐天尊对抗 那么清火天尊的选择就拥有了决定性 倒向哪一边 哪一边就能占据上风 拜见清火大人 之前两名先王连忙拜倒下去 他们没有欲须先王的霸气和傲然 哪敢只是坐个一 双膝跪地 行大礼 那年轻人也下惨了 他居然敢向天尊吆喝 这是活得多么不耐烦啊 他五体投地 向着清火天尊行礼赔罪 清火天尊终于开口 风情 出来 呵呵 清火道有来本尊这里 也不早点通告 也好让本尊准备茶点好好招待 一声长啸中 风情天尊出现 风神俊朗 却是冷酷无情 清火天尊横了一声 指了指周恒 他有话跟你说 不是本尊 风情天尊亚然 听清火这口气 他似乎对周恒充满了忌惮 可要知道 仙玉原本是三大天尊 现在是四个 再没有第五个了 天尊还有什么好忌惮的 他宁目向着周恒看了过去 目光中透着疑惑 因为他实在看不出周恒 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平凡无奇 玉须先王则是站了出来 道 阁下是谁 有什么事情与我说便可 要是让一名先王直接与风情天尊对上话 那不是在这风情天尊的面子吗 所以 他这个做弟子的必须站出来 林涵也站了出来 先王没有资格与风情天尊说话 那玉须就有资格与周恒对上话吗 他笑道 玉须 在周前辈面前岂容你无礼 玉须先王不由大怒 一个小小的声援竟居然敢直呼他的名字 别说是他 就是大部分先王见了他都要恭敬地叫一声玉须大人 先王九重天 一登一步天 这可不是说着玩的 我便替吴乐大人管教你一下 他探手向着林涵抓了过去 怎么也要给这小子点苦头吃吃 周恒唯唯一笑 目光违章 一道剑一展出 无上气势流转 天地顿时动容 雷云滚滚 要降下大劫将他抹去 玉须先王亥然失色 这绝对是天尊之威 靠 靠 靠 先遇什么时候出现了第五位天尊 你嘛 难道林涵是天尊代言人吗 凡是他出现 总能带出一名天尊来 道有息怒 风情天尊连忙出手 向着周恒风驾而去 嘭 两大天尊拼了一技 周恒淡淡而笑 迅速收敛了天尊气息 变得与平常人毫无区别 风情天尊则是脚下腾腾腾地里 连退 每退一步天地都是在身影 好像要无力承受 生生崩塌 看到这一幕 玉须先王等人都是择舌 甚至浑身都在战斗 风情天尊居然不敌 而且还不是落了点下风如此简单 而是完全不敌 差得太多太多了 嘶 之前有个无乐天尊 现在又多了这个人 这是要翻天的节奏吗 风情天尊也是神情大变 他缓了口气 道 阁下何人 在下周恒 周恒依然谦虚 但过分的谦虚就是骄傲 尤其是他已经展露出恐怕的实力之后 周到凶是六部天尊 清火天尊终于开口 但一开口就让众人差点吓死 六部天尊 这样的强者就算去抑郁也是完全无敌 甚至可以把抑郁这片天地都是生生打得崩碎 乃是真正超脱的无上存在 风情天尊既震惊又不解 这样的存在怎么可能在先遇诞生 超低等位念根本不足以支撑 第2399章位念卷轴 饶式风情天尊都是吃惊了好一会之后 这才恢复了镇定 重新做了一一 道 见过周到兄 六部天尊 强得无法形容 周恒依然一副 其实我什么也没有干的表情 他淡淡一笑 在下有要事与诸位商量 请进店内坐下再说 风情天尊笑道 他很镇定 如果周恒要对付他的话 根本不用这么麻烦 六部天尊太强了 周恒点头 众人都是进了风情店 将另外两位也请过来吧 周恒身体一抖 从体内走出来两个虚影 与他长得一模一样 两个虚影皆是撕开空间离去 只是一会之后 并见九五天尊和无乐天尊 几乎是同时撕裂空间而至 而他们的脸上则 还有没有完全消退的震惊 这很自然 谁咋一见到六部天尊 不得头皮发麻一震 周恒显然不是喜欢说废话的人 他只数来意 让九五风情和无乐天尊 都是又惊又喜 惊的是 他们念念想的超脱 根本只是水中花 也许可以实现 但很快就会破碎 居然有狂乱这种怪物的存在 其的则是 一旦进入超高等位面 他们将有机会成为二部 三部甚至六部七部天尊 能够成就天尊 哪一个不是天赋卓越 谁比谁弱 当周恒说完之后 不但九五等天尊露出了异动之色 便是与虚心王等人也不例外 他们都是渴望进入更强的位面 这对于他们的成长有极大的帮助 昭告天下 很快五位天尊就达成了共识 昭告天下 挑选出最最优秀的人才 一起前往超高等位面 这样的琐事不需要几位人天尊亲自去做 自然有徒子徒孙会代劳 消息传出 整个仙域都是震动了 当然了 五大天尊并没有透露狂乱的消息 而是先把位元面战争说了一下 然后说会带人去高等位面 开拓每个人的发展上线 无数的天骄浮现 都是向着诸大仙王设在各地的召集典型去 天赋出众便可带到四大天尊的道场 最后由周恒来决定要不要带走 林涵既无名 是禅子等人都被周恒召了过去 这位天尊对他们极为看重 有话要说 虽然在超高等位面也能迈进仙王 但我希望你们在这里成就仙王之后再离去 周恒肃然说道 成就了仙王 才有资格触摸到规则的本质 这是你们理解天地之力的基础 出生于哪一个位面 对于哪一个位面的规则就越容易掌握 这是你们的根基 周恒顿了一下 道 你们这里的仙路还有三万年就要开启 我便给你们四万年时间 到时候不管成不成就仙王 我都会带你们离去 谢大人 林涵诸人都是说道 一位天尊如此平易近人 太少见了 林涵心中一动 将那张打不开卷轴取出 道 大人 向您请教一下 这是什么东西 瓦里只说这其中有缘世界的本质力量 但并没有说清楚这玩意到底有什么用处 古怪的一幕出现 这张卷轴本来怎么也打不开 可现在却是扬动着十八彩的光芒 自行打了开来 而且还针扑了林涵的手 飘到了纪无名的面前 唯唯扬动 好像要他伸手去抓事的 周恒一笑 这是位面卷轴 只有特定的人才能打开 谁若得知 便能立刻成就天尊 什么 纪无名等人都是动容 他们连先王都没能迈入 却是突然有个一步登天的机会 只要得到这张卷轴竟能直接成为天尊 他们都是不信 怎么会有这样逆天的存在 而且 天尊不容于天帝 难道天帝还要和自己过不去 林涵确实相信 因为卷轴中有缘世界的基础 虚子能量 天帝为了自保 才会运生出位面卷轴 周恒感慨 不过 这样的力量是天帝赋予的 可以给 也可以收回 而且 一旦用微面卷轴登上天尊位 那以后的成就也将永远止于一步 林涵恍然 难怪抑郁也有 这都是天帝在自保 催生出更多更强的高手来 但天帝又不希望这样的强者失控 反过来干扰天帝平衡 因此这样的力量是能够收得回来的 而且 一旦以微面卷轴迈进天尊位 那成就也限定死了 只能一步 无法超脱 林涵不由暗流冷汗 幸好自己不是天帝看中的人 否则他贸然打开卷轴 一步登天固然很爽 可也只能在仙玉称雄 无法征战圆世界了 不过 天帝居然看上了季吴明 而不是他 林涵又有点心中不爽 天帝这是认为季吴明 比他更有资格当代言人吗 季吴明闭上双眼 两只手都是在微微发颤 一步登天啊 他能不犹豫 但只是一会之后 他就坚定下来 双眼睁开 一片清明 他摇头 拒绝了天帝的青睐 周恒出手 将微面卷轴镇压 以他的实力连先欲 微面都能打崩 要镇压这微面卷轴 自然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他随手将卷轴丢给了林涵 然后向着既无名看去 脸上满是欣赏之色 这样的决断非常难得 要知道这可是在拒绝一步登天 成为天尊的机会 让周恒十分看好 赤禅子等地心都是十分羡慕 他们固然可以成就九重天仙王 但天尊这一步真是太难跨越了 史上难道没有地心吗 可迈进天尊位的又有几个 十几个纪元下来 就只有原生天尊一个人而已 既无名居然拒绝了 让他们实事佩服 又无比的眼红 要是老天爷青睐他们该有多好 周大人还想请教一件事 林涵又说道 他把原生天尊的事情说了出来 敢问大人 可有办法让原生天尊复活 对方是六部天尊 甚至比仙玉未面本身还要强大 说不定有办法将原生天尊的神魂抽取出来 转世重修 周恒却是摇头 以身合道 这是不可逆的 便说是我 就是我师尊也没有办法 听他这么一说 众人确实好奇了 周恒都已经是六部天尊了 而听他的口气 他的师父显然更加强大 那难道是七部天尊吗 周大人 尊师是不是七部天尊 封号是什么 是产子 加兰等人都成了好奇宝宝 纷纷问道 呵呵 家师确实是七部天尊 他姓林 明洛 周恒笑着说道 并没有隐瞒 林洛 七部天尊 必两千四百章回单道成 七部天尊 林洛 众人都是升起了景仰之心 一部天尊都已经强的能够让天地嫉妒 那么七部天尊又将强到何等地步 不过 只要进了超高等位面 他们就能见到这位强者了 三万年 他们需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达到生源大圆满巅峰 并走上仙路 孕育仙种 成就仙王 这很困难 因为生源竟没往前走一步都是奇漫无比 需要漫长的时间来积淀 区区三万年 就是算上时间流加速也是非常困难的 可要是去超高等位面迈进仙王的话 不是不行 只是这对于他们的未来前途有影响 因为他们生于此 长于此 这里的本源规则是他们的根基 为什么周恒甚至给了他们四万年的时间 不就是让他们在成就先王之后 还可以将根基打磨得更加牢固 林涵 女皇 虎妞都确定拥有了前往超高等位面的资格 但周恒说过了 他允许林涵带上几个家属 但数量不能多 因为就算是六部天尊 这跨越未面能够带走的人也不会多 你要带家属 我要带朋友 不是要将大半个仙遇人都带过去了 所以 每个人可以攜带的人数必须的严格限制 林涵算了下 算上虎妞 女皇的名额也是不够 必须的把瓦里的名额也算上 她才能把所有红颜知己都带上 跨未面的时候 空间神器是不顶用的 恐怖的未面压力会碾碎一切 没有三部天尊级别的力量 就是二部天尊也会被碾死 还有儿子 兄弟 朋友之类怎么办 其实 还有一种穿梭未面的办法 那就是通过两界联通点 虽然后时会很长很长 却也不失为一种稳定的做法 这就有实力的要求了 便是刚刚突破的天尊也不行 至少也得二部天尊 实现了超脱 不用依附于本位面 而且 这个好时很长很长 可不是以万亿年为单位的 而是以纪元 周恒乃是六部天尊 哪怕在超高等位面 都是可以列入顶尖级别的 是不可缺少的战力 怎么可以缺席 与狂乱的战斗长达纪元的时间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周恒不吝指教 传授着灵寒诸人大道真解 位缘面不同 规则不同 周恒不可能叫他们先遇的法 却可以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指点 六部天尊啊 比大部分位面都要强大 这还不足以为人师吗 林涵一边苦修原力 一边则是将部分精力放在了单道上 他距离实炼只差了一步 现在有好几颗实炼丹药 甚至三颗先王级丹药给他参考 对他的帮助当然是巨大的 林涵给自己施加时间流 三万年的现实时间被他极限发挥的话 那至少也是三千万年 十二年之后 林涵也度过了漫长的一万多年 他在炼灵上终于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第一次完成了实炼 框 天地之间立刻响起了惊雷 乌云滚滚 有大劫形成 而目标则是林涵手中刚刚炼灵完成的丹药 实炼丹药出炉 居然引出了天结 但丹药节显然与舞者不同 仅仅只有一道闪电落下 框地一下 丹药经受住了考验 但还是崩碎了一脚 少了四分之一 十炼丹药会引来天结 那么先王级的丹药呢 林涵自语道 既然他成功完成了实炼 意味着他有资格去炼制先王级丹药了 不过先王大药太珍贵了 就算是他也仅仅只拥有几株而已 根本不够用来尝试的 林涵没有急着去炼制五星丹药 他还没有跨境先王境 五星丹药对他也没有什么作用 他现在只需要多多炼灵 将实炼的实力彻底稳定下来 那么成为五星丹师自然是水到渠成了 林涵决定按原本的计划行动 回一趟东仙域 与众女启程上路 这回林涵还把父母带上 因为得让母亲和舅舅他们团聚 他们来到了海边 准备渡过无尽海域 哪怕林涵已经达到了深圆境 想要横渡无尽海域还是有些危险的 因为这片海域中有先王级的巨兽 有些甚至还能追溯到上古时期 现在林涵已经没了黑塔 少了一个最大的护身工具 因此他做了许多的准备 还好 既然回了仙域 之前他兑换的天地猿刚也能发挥作用了 这可是能够爆发出先王级的破坏力 自然威慑力十足 再说了 声援境确实已经具备了渡海的条件 只要熟悉航线 避开先王级大寿的领地 而且没有遇到超级大浪 那渡海也没有太大的危险 林涵他们还是找了一个船队 虽然声援境强者他们已经不少了 但哪一个都不熟悉航线 所以还是找专业人士吧 他们买了船票 然后登船 向着东仙域进发 众人在船头吹着海风 欣赏一下海景 享受一下难得的清闲 船上当然有不开眼的人 见林涵一行美女无数 想要凑上来搭讪 自然遭到了众女的无视 有些人逝去地离开 但也有些人自以为实力强大 想要动粗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 直接丢下船去 他们太强大了 船员们根本不敢拿他们怎么样 再说了 他们也没有尽到责任 若是他们可以保证船上的绝对秩序 自然也不会有人去骚扰诸女了 这一次他们比较幸运 没有遇到大风浪 而老船长带路 一路也避开了所有的危险之地 大船在航行数十年后 终于来到了东仙域 林涵等人上岸 先去丹道城 上了岸 他们的速度就快了 而且东仙域也要比西仙域小了许多 但没有跨域的传送阵 他们还是花了半年多的时间 才来到了地方 这还是因为林涵擅长空间规则 否则需要的时间 肯定是以几时上百年计的 终于又回来了 在丹道城外 林涵十分感慨地道 走啦 虎妞拉起林涵 向着大门走去 掌座 看到林涵的时候 城门处的卫兵先是一愣 然后兴奋递叫了起来 林涵点头 他在离开之前 就已经接任了丹道城的掌座之卫员 但日常事务还是交给了子城大师代为处理 他进入了城市 很快 消息传出 掌座大人回归 顿时无数人前来迎接 林涵自然不会理会这些拉近乎的人 而是直接去了第五层 拜见子城大师 徒儿 你回来啦 赚了多少钱 子城大师一见林涵 开口一句话就尽显财努本色 我遇见了 我遇见了